第797章 华夏电子 虽然一直到4月上旬 华夏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的组建工作都没有通过新闻媒体公布正式的信息 但是实际的组建工作从3月中旬就已经开始进行了 连训 连信 东兴 华邮等原油店部 电子工业部所属电子企业的老总们 这段时间都聚集在北京开会 由原国家纪委转变过来的发改委 4月初公布的副部级官员名单中 葛建德也不再歧烈 新一届政府表达要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决心 信息产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最主要的分支 其发展也得到异于往日的重视 除了组建信息产业部之外 经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 信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的级别 在9届全国人大会议之后陡然提高 由副总理曾如胜担任组长 耿崇阳担任副组长 原小组组长葛建德仅为小组成员 今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格外的迟缓 离开温暖的街机大厅走到室外 外套敞开着迎风而立 还觉得些寒冷 已经进入四月了 张克站在机场街机大厅前的广场前 等候车子从停车场开过来 看着北方的天空似有一片灰黑云烟弥漫而来 随行的附军 翟丹青等人从来都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形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有经验的旅客路过看着北方的天空 只是感慨了一句 苟日的又遇上风尘暴了 三月在北京住了半个月 在街上遇到三回风尘暴 每回都给吹得灰头土脸 躲都没办法躲 北京的女孩子皮肤比较粗糙 你说这鬼天气到大街上走两回 谁能够水灵 你要庆幸是飞机降落之后 风尘暴才刮过来 同行的旅客在旁边说道 说着话 牛脸看着张克身边 明念动人的翟丹青 愣愣地看着 差点一头撞廊柱上去 张克也没有见识过风尘暴 看着北方漫天的黄云 离机场这边还有些距离 钻进车子里 但是往市区只行驶了七八分钟 就给漫天沙尘兜头兜脸地 逮了个正着 只看着车窗外 黄漫漫的一片 能见度不超过十米 细沙力吹打着车身 车窗玻璃里 虽然这种程度 沙力吹打 不会给凯迪拉克的车身漆 造成什么痕迹 只是这些身处 沙尘暴之中的声响 听上去 心里还是毛毛的 车子停在路边 等候沙尘暴过去 张克想着 九八年 北京的沙尘暴是很严重了 周边环境恶化 甚至媒体上 都刊登学者建议迁都的文章 对于这样的论调 张克只是笑笑 总不能 将这些专家学者的嘴巴 都拿针缝起来吧 兜里的手机震动起来 是徐学平在北京家里的电话 徐学平的妻子周叔慧 问他下飞机多久了 离市区不远了 不过给沙尘暴困在半路上了 徐伯伯回来了没有 这次部委官员调整中 徐学平职务没有发生变动 还在赵几东 亲自担任组长的 科教新国领导小组里 担任小组成员 在中央政府里的地位 可以说是加强了 本来已经在回来的路上 临时给曾副总理有事 给找了过去 不见得比你早回来 周叔慧在电话里说道 曾如胜副总理 是信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的组长 在国务院内 分管信息产业部 之前的信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对国内的信息产业影响力 远不如现在之大 可以说 此时的信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才是最终决定国内 信息产业发展方向的机构 曾如胜副总理 同时又兼任科教新国领导小组副组长 与徐学平接触也多 张克不清楚 曾如胜会不会从徐学平那里 了解景湖的动态 待暴虐的风尘暴消散 路面上积了一层浮沙 车波离沾了浮沉 灰蒙蒙的 两侧的建筑的窗户 也都是如此 要是哪户人家忘了关窗户 家里的灰尘 可有的清扫了 赶到徐学平在东丹的寓所 进大门时 赶巧徐学平的车也刚进去 徐学平下了车 就站在前面的草坪等 张克他们一起进去 张克也下了车 陪徐学平步行往里 华夏电子的组建消息 这两天就要公布了 徐学平双手剪在身后 曾副总理刚刚找我过去 问我景湖的事情 他这时候忙于其他事务 无法特意地去关心景湖的事务 不过他对华夏电子组建之后 将与景湖竞争的问题 还是持赞成态度的 虽然有些国有资产 正试验性地 从一些竞争性行业中退出 但是加强国有资产 在核心产业中的地位 是这届政府会重点加强的工作 曾副总理的话 大概是有相当大的保留吧 副总理的话 你都敢质疑 徐学平笑着问 所谓公平竞争 从来都是嘴上说的漂亮啊 张克摊了摊手 原电子工业部 为大股东的联通 组建多少年了 中央一直都支持 联通与邮电部的 电信集团公平竞争 但是联通 给压制到现在 要不是电子工业部 与邮电部 合并组成信息产业部 哪里有翻身的机会 曾副总理心里 究竟是怎么考虑的 他没有跟我详谈 但是有一点是 可以肯定 要是景湖 比未来的华夏电子 要出色的多 国家应该会支持景湖的 徐学平说道 即使不支持 也没有打压的道理 中金威星项目 国家部也是大力坚持的 景湖与华夏在市场上公开竞争 信息产业部更支持华夏 就是事实上对景湖的压制 很难说能一碗水端平 张克撇了撇嘴说道 不过曾副总理既然这么说了 在市场竞争中 可不要怨景湖 没有给华夏留余地 我相信 景湖会比未来的华夏更出色的 曾副总理可没有指望 景湖会留什么余地 他甚至希望 景湖的出色表现 能狠狠刺激到未来的华夏电子 没有人敢一鞭子 很难说 能让蒙眼的盲驴 步伐走多快 徐学平笑着说 你也理解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 步子要一步一步地去卖景湖 收购晨曦职业的计划 步伐就比较大 现在还没有捅到中央来 不过 就算捅到中央来 分歧还会很快 收购计划得不到现有政策的支持 但是经济体制改革 从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并不是说没有先例 就不可以做的 不过陈希纸业 还是属于江南省的地方企业 最终的决定权 还在江南省委 省政府那里 再过两年 景湖收购陈希纸业 就不会遇到体制上的障碍 这时候 却要依赖江南省委 省政府领导的个人决断了 相关工作 还在秘密进行中 夜里 张克就住在徐学平家 次日下午 也就4月8日的下午 信息产业部向外公布消息 宣布华夏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正式挂牌成立 为响应政府推动正企业分离 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竞争力的指导思想 新成立的华夏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将把原电子工业部 由电部旗下系统装备与系统工程企业 软件企业 以及相关科研院所供11家机构单位 并入旗下 总资产超过240亿 葛建德出任集团董事长 总经理兼党组书记 信息产业部为此举办的成立大会 记者招待会并非实时直播 具体的新闻消息 还要等到各家新闻媒体 安排适当的时间播出或刊登 张克他人既然在北京 就特意赶到华夏电子召开的记者会现场 去看葛建德的得意呀 华夏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新进筹建 并无单独的办公楼 而是借用成员企业 华夏电子系统工程总公司 在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的办公地 赶到成立大会的现场 楼前台阶上下遍地都是小鞭炮的纸线 想必是刚才为华夏电子的成立 狠狠地庆祝过 这时候到记者招待会缓解 葛建德为华夏电子的成立大会 精心准备了一段时间 邀请了许多嘉宾 除了信息产业部的诸多高官之外 还邀请了许多海外电子厂商 助金机构的代表 张克认识的就有三星驻华公司 专务李在珠 以及索尼驻华公司总裁杜边静一 谢家以及海塑科技关联的机构 倒没有派人赶到北京 来参加华夏电子的这个成立大会 张克虽然没有受到邀请 但是他借着与易云飞的关系 混进会场并不难 想来葛建德看到 他也不会毫无风度赶他出会场 张克与翟丹青赶到召开记者会的大厅 葛建德正就华夏电子成立室 答现场记者问 张克没有听到 记者问的是什么问题 他们进去 葛建德正侃侃而谈 对于有着重合业务的成员企业 我们也是鼓励成员企业之间 在市场上的相互竞争 集团总部绝对会不偏不已当然 集团总部更希望看到 成员企业能相互促进 共同成长 资源也应更有效地得到整合 至于如何整合 华夏电子将与地方政府合作 成立侧重点不同的几家电子工业园来 比如说 与金山市政府成立电子工业园 以此来完成华夏电子旗下一部分成员企业生产资源的整合 与相互支持 第798章 东芝与三星 葛建德在台上侃侃而谈的都是陈词烂调 张克听了不大耐烦 打算与翟丹青退出会场 华夏电子选择在北京东方文化酒店举办成立大会 张克与翟丹青走到酒店大堂打算离开 张先生 站在大厅里 身后传来不确定的问话声 张克也不确定是不是在喊自己 回头看了一眼 一名三十三四岁左右的青年 正欠着身子眉飞色舞地看过来 看他的神色 似乎正是要找自己 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 是日本人 有着典型日本人的相貌 各过于一本正经的千功 你在叫我 张克转过身来 疑惑地问了一句 啊 我是东芝的山本 山本闲次掏出名片宫颈的地过来 曾听视听部的森山君提起过张先生您 想不到会在这里与您意外见面 是山本副总裁 张克将名片收起 伸手与东芝驻华公司副总裁山本闲次握手 真是意外啊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山本副总裁您 上回也曾听森山君提起您 还打算回国家专程去拜访您 给诸多的事情岔开 一直都没有抽出时间来 宅丹清晓得 张克这话是说给鬼听的 他之前就没有听张克提起过山本闲次这个名字 森山君昨日夜间抵达北京 想必今日已经与贵公司在北京的办事机构联络上 倒是没有想到 我在这里先与张先生您遇上 山本闲次说道 方便告知森山君 我在这里遇到张先生您 森山君是为联络景湖的事宜 专程到中国来 张克问道 好像是这样 我也不能确定 山本闲次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在北京的时间都要尽一次地主之意 还要麻烦山本副总裁联络森山君 山本闲次推到一旁 拿出手机联络东芝电子 试听事务部部长助理 森山野 张克与宅丹清 走到酒店大堂休息区域坐下来 跟宅丹清亲声说道 还以为东芝忘记了这回事 宅丹清知道 张克是说iPlayer 准确地说是DMP数字音频播放器 东芝试听产品事务部部长 港村牧与助理森山野 访问爱达住日子公司之事 被日本媒体刊登出来之后 为回避日本同行的劫难 特别是迫于来自三井财阀内部的压力 东芝发表回避声明 与井胡旧DMP数字音频播放器技术 授权的谈判也就终止下来 已经过去两个月的时间了 东芝都未就此事有任何的联络 还以为东芝彻底放弃了 获得DMP播放品技术的努力 张先生您好 山本贤次喜欢用静语 与森山野通过电话 走过来说到 森山君正在前往贵公司 驻京办事处的途中 他让我询问您 他此时能否有机会 专程过来拜访您 张克这次到北京来 是来探听一下中央高层 对信息产业发展的动向 除了昨天与徐学平见面 上午与易云飞会面之外 就没有别的安排 与东芝的合作 东芝手里的闪存技术 都是景湖贪图许久的 既然人在北京 亲自与森山野接触一下 也无妨 张克点头答应下来 山本贤次又退到一旁 与森山野通电话 张克让翟丹青 给北京分公司的负责人 周一平打电话 让他顺便赶过来一下 毕竟要启动正式的谈判 景湖这边 也要有与森山野相对等的人物 负责相关事宜 张克与山本贤次坐在酒店大堂的休息区域里 等候森山野前来 这道 大堂北面会场大厅内的记者会召开结束 媒体记者纷纷退场 参加华夏电子成立大会的嘉宾 华夏电子还在酒店为他们准备有丰盛的晚宴可以享用 李在珠与助手金南勇 走到大堂来透一口气 看到东芝的山本贤次与张克坐在一起亲密地交谈着 微微有些心惊 看到山本贤次站起来 热切地跟他打起招呼 又不便扭头离开 只得硬着头皮与金南勇走过去 山本君与景湖的张骏认识 森山曾跟我说 张先生是中国消费类电子产业教父师的大人物 我也能不认识 山本贤次开玩笑着说道 张克平静地看着韩国三星驻华公司专务里在租 不晓得他看到自己与东芝驻华公司的山本贤次站在一起 会有什么联想 李在珠脸上很平静 内心却很不平静 景湖宇得以推出的DMP技术 三星电子内部曾有人提出类似的设想 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缘故 设想没有受到重视 等李在珠看到景湖在日收购网上音乐商店之后 想要积极推动相关技术的开发 才发现闪存技术与数字音频的结合应用技术几乎给景湖研究透彻了 这还是已公开的18月之前的专利情况 至于景湖甚至在闪存控制芯片技术 及嵌入式闪存驱动芯片技术取得的几项重大突破 还无法知道具体的详情 要知道 东芝在97年 为了开发出可靠的闪存控制芯片技术 费了好一番心血 原本只需要三星投入三五个月时间就能开发出来的产品 若是要绕过景湖的专利 同等的人力 可能花上十倍的时间都未必能成功 李在珠能肯定景湖为DMP技术筹备已久 再次看到张克 心里如何能平静 这款划时代的消费电子产品 很有可能会让闪存技术在全球获得推广 极大的促进闪存技术大规模商业应用的进程 但是在过去三个月时间里 景湖生产包括iPlayer在内的DMP产品 未向三星购买任何闪存产品 目前仅三星 东芝以及英特尔三家拥有非易师型闪存技术 由于英特尔近十年来专注于处理器技术的发展 对闪存技术的研发投入很不足 目前还是三星与东芝的闪存技术更为先进一些 98年 98年 闪存技术的储存容易极为有限 而且价格高昂 除了在便携式电子产品看到市场前景之外 在其他领域的应用极为有限 包括iPlayer在内的所有DMP播放器产品 是对闪存技术的首次大规模商业应用 市场上已有的DMP产品都还是采用东芝的闪存产品 此时DMP还才刚刚上市推广 若是DMP大行其道 景胡将决定三星 东芝 英特尔三家公司在闪存技术 获得大规模商业应用的前期 谁能获得决定性的优势 虽然一直都对景胡看不上眼 这时候 李在珠却不得不承认 景胡此时手里掌握着 让三星换得换失的东西 由于景胡的iPlayer 以及替其他电子厂商代工生产的DMP播放器产品 都是采用东芝的闪存技术 看到张克与东芝驻华公司副总裁山本贤次站在一起 李在珠并没有特别的奇怪 当看到东芝试听事务部的森山野走进大厅 向他们这边走来 想起之前有关东芝有一项景胡购买 DMP产品技术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东芝的加入 将让DMP技术更加迅速地在全球获得推广 东芝自然也会倾向性地推广他们的闪存技术吧 李在珠脸上露出忧虑之色 东京之别后 有两个月未赌张先生的风采了 森山野没有能过山本贤次翻译 而是直接用日语跟张克打招呼 又与李在珠点头招呼 李军也在这里 看到酒店大堂上悬挂的庆祝华夏电子成立的横幅 恍然又说了一句 李军是来参加华夏电子成立大会的 为了拿三星来要挟东芝 张克可不想 让森山野与山本贤次看出他与李在珠有着很深的个人恩怨 难得我在北京遇到珠位 能否让我做东 以尽地主之意 张克将李在珠 金南勇也邀请在内 仿佛完全忘记了在半年之前 拿热茶泼过李在珠的脸 扇过金南勇巴掌这回事 李在珠脸有不欲 还是金南勇更之隐忍 在别人注意不到时 轻轻扯了扯李在珠的衣袖 为了三星的利益 个人恩怨算不了什么 与其事后没头脑的推测 锦虎与东芝的关系 还不如忍下着口气 跟着一起去察言观色 能看出更多的东西 事实上 森山野在东京电子展上 看到张克与李星渝相当亲密地走在一起 甚至以为锦虎与三星有着不错的关系呢 张克一并邀请李在珠前往夜宴 他自然不能表示什么意见 待北京分公司的负责人周一平赶到之后 张克就腰森山野 山本贤刺 李在珠 靖南勇等人离开华夏电子 驱车前往附近的王夫景大酒店用餐 与此同时 华夏电子成立大会的夜宴也在准备中 葛建德正热切地招呼那些身份显赫的来宾 特别是那些海外电子厂商驻华机构的代表 突然有人跑过来告诉他 三星与东芝的客人退去离开了 为什么 葛建德与索尼驻华公司总裁杜边静一正站在一起寒暄 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爱达电子的周一平刚刚赶过来 三星与东芝的代表跟着周一平离开酒店 那人不认识张克 却认识代表景胡在北京公关处理各项事务的周一平 葛建德的脸色阴沉下来 在华夏电子的成立酒会上 景胡的人却跑过来将他身为重视的客人无缘无故地拉走 他的确不会有什么好心情 第799章 谁都想抢先一步 出东方文化酒店 赶着交通的高峰期 看着酒店前的马路车辆拥堵成长龙寸步难行 临时决定在附近一家精致的航帮菜馆 宴请森山野 山本贤次等人 同时邀请三星的李在珠 金山勇 不过是为了给东芝施加压力而已 菜馆装潢精美 却的确很精致 在适应生的引领下走进包厢 包厢的空间很小 内脚的座椅 竟是弧形的转角双人皮沙发围着圆桌 多少有些怪异 外侧倒是极以蒙皮的靠背椅 在这样的餐馆宴请客人 或许会要被认为吝啬吧 不过也的确是因为交通拥堵 想必能被谅解 张克示意翟丹青 先住到转角的沙发上 包厢里的灯光不是很明亮 翟丹青明车的毛子转了转 才贴着桌边走进去 张克也没有多想 作为主人 他们要主动去坐看上去很怪异的沙发 让客人坐在外侧的椅子上 他还以为周一平会主动去坐沙发 没想到周一平拉出边上的椅子坐下 等张克入座沙发 大腿外侧碰了翟丹青丰满弹性十足的臀部一下 才发现两人要在这沙发上坐得舒服 臀部免不了要挨在一起 张克可不敢故意占翟丹青的便宜 悄悄往外挪了一下 转头看翟丹青 他毛子里竟然有一丝不安 真是奇怪了 这让他想起温泉湖小岛上 撞见翟丹青裹着浴巾 仓皇逃走的情形 森山野 山本闲刺都是典型的日本人 工作时过于一本正经的签工 但到酒桌上两杯酒下堵 又能放松下来 这杯酒要为iPlayer 在日本市场取得好成绩而合 森山野举杯注酒 李在珠 金南勇只能跟着举杯同应 他们在中国 毕竟对日本市场的情况 不是十分的熟悉 对iPlayer在日本的具体销售 不是很清楚 既然森山野能为此举杯注酒 想必锦湖的电子产品 刚进入日本市场 就取得不俗的成绩 对于其他电子厂商而言 日本是最难啃的一个市场 众多欧美电子巨头 都纷纷在日本市场折戟而归 锦湖不俗的成绩 到底有多不俗 倒是勾起李在珠的好奇心 却又不便当众问出来 这些市场数据 张克才不要瞒着李在珠 与森山野碰过酒杯后 笑着说 比起日本市场同期的30万件 MD销量 iPlayer三月份在日本市场的销售量 才刚刚超过1万件 太微不足道 张骏可不要妄自菲薄 1万件这个数字 可以已经远远超过索尼 松下那些家伙的预期 森山野说道 李在珠听了暗暗心惊 他之前预测 iPlayer在日本市场的盈亏平衡点 差不多就在月销量1万件左右 如此一来 锦湖就可以通过从日本市场获得的盈利 来持续不断地开拓日本市场 而且会略有盈余 而不会因为承受不了过高的市场开发成本 而选择退出 这个数字意味着 锦湖进入日本市场 才两个月就站住了脚跟 虽然1万件的销量 看上去有些微不足道 但是比起那些在日本市场 折解而归的欧美电子巨头 这已经是让锦湖可以骄傲的成绩了 他们所推广的还是一件全新上市的电子产品 李在珠心里又赌又陷 五味沉杂 只与金男勇互换颜色 没有说话的心思 森山野喝酒后 貌似放松下来 可并没有忘记 他此行来的目标 他说刚才那番话 只是担忧 锦湖已经与三星在谈合作的事宜 看李在珠的神色 似乎这层担忧有些多余了 当然 这时候或许有些多余 并不意味着锦湖不会找三星合作 他还清楚记得 张克与三星小公主李星渝 亲密站在一起的情形 齿佐家的齿佐秀藏 看了嘴里没说什么 肚子里可是气炸了锅 若说眼前这个青年在商界 有什么门当户对的对象 也只有李健熙家族的李星渝 有此身份 也有美人配英雄的角色 谁晓得 眼前这青年 会不会因为李星渝的美貌 而特意跟三星交好 李健熙家族 对具有商业天赋的青年 从来都是极尽笼络之心的 李在珠此时确定 森山野这次到中国来的目的 就是与锦湖洽谈 DMP播放器产品技术授权的问题 东芝对DMP技术真的动心了 即使给媒体捅破之后 发表了回避声明 却又按耐不住派人到中国 来跟锦湖总部秘密接触 李在珠手指敲着桌子 心想 除了iPlayer在日本市场上的销量之外 东芝完全可以根据其半导体部门 对锦湖的闪存芯片出货量 推测出其在全球市场的 DPM播放器产品总销售量 这个数字又是多少 心里渴望知道答案 却无法问出口 真是较让好受 森山野当然知道这个数据 三月份 除日本市场外 全球市场 DMP播放器总销售量 突破出4万件 对于一款才刚刚上市的 全新消费类电子产品 首月的成绩 已经叫人炸舌了 当初 日系电子厂商联合起来 向全球市场推广 MD播放器时 首月的成绩 也只比锦湖好上一些些而已 但是 日系电子厂商 在全球市场上的推广 与品牌运营能力 绝不是此时的锦湖 联合那些全球合作伙伴 能媲美的 或许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证明 DMP的确是一款 具有化石代异的电子产品 由于张克拉了李在珠 金南勇到场 使得森山野 山本闲次 根本无法 将交谈引入正题 不过森山野这次到中国的意图 张克心里是完全清楚了 但是他还无法确定 东芝引进 DMP产品技术的决心 之前 锦湖的全球合作伙伴中 除了斯高博外 其余都采取委托锦湖代工生产 由他们贴牌销售的模式 在全球市场推广 DPM产品 所以 DMP上市之初 就在全球各地区市场 拥有不同的品牌 鉴于 DMP产品出上市 就极为不俗的成绩 有些比较敢冒险的合作厂商 就倾向直接获得DMP产品技术的授权 而非简单的贴牌销售 受要产品技术授权 自行组织生产 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 而且在市场开发上 可以最大限制地摆脱锦湖的控制 另外 在获得授权的产品技术上 可以进一步开发出 更具竞争力的 DMP播放器产品 此时陆续有多家公司 与锦湖 开始相关的谈判 两个月前 在东京媒体揭露 港村木访问爱达住日子公司的事情之后 在来自三井财阀内部的压力下 东芝选择回避 终止了与锦湖的谈判 但并非说 东芝就彻底赌上 引进入DMP产品技术的路 更多的是利益权衡 之前虽然很看好 DMP产品的市场前景 但毕竟 没有市场实距支持 公司高层采取保守的回避策略 并没有可指责的地方 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包括iPlayer在内的 DMP播放器产品 已经初步获得市场的认同 而且气势汹汹 东芝内部再度蠢蠢欲动 也并非无法想象的事情 东芝需要一款便携式音频产品 来扭转于索尼 日历 夏普等其他日系电子厂商 在MD市场竞争中的败局 东芝更看到 一旦DMP播放器风行全球 将带来闪存技术的首次大规模商业应用 东芝要在闪存技术市场上占据优势 更需要与锦胡最先采取更密切的合作 至少要比东芝在闪存技术上的竞争对手 三星 英特尔要抢先一步 饭局气氛热烈 张克也多喝了几杯酒 酒憨而热 差点要将他与李在珠之间的恩怨忘掉 喝到最后 搂着李在珠的肩膀 拍着森山野的肩膀说道 你在中国的时候 我让周一平陪同你 你若对锦胡有什么要求 锦可以跟他提起 在餐馆前 各自钻进自己的车里离去 张克坐进车 又特意将周一平较进自己的车里 尽管凯迪拉克后 车厢坐上三个人不会觉得拥挤 宅丹青还是贴着车门而坐 避免挨着张克的身子 你这几天陪着森山野转转 到海州转也行 到剑叶转也行 总之 不要深入地谈什么事情 随便将这个小日本打发回日本就可以了 张克笑着吩咐周一平 说道 眼下还不能算特别好的时机 等播放器全球月销售量突破十万台 公司与英特尔 在闪存技术上的合作开始谈判之后 或许是合适的时机 也就再拖两三个月的时间吧 锦胡的要求 锦森山野过来 还不能满足 就算港村木过来 也不能做决定 不过等港村木过来 倒是可以将锦胡的野心摆到桌面上去谈了 又吩咐了几件事情 就让周一平下了车 翟丹青这时候才问他 我看三星的李在珠颇为动心 要是三星也提出合作的要求 你怎么做决定 此时的三星看上去比东芝较弱 但是三星做市场的能力很强 特别是适应中国市场的能力很强 要有可能 还是多给他们设置些障碍的好 东芝是我们必须啃下来的骨头 张克说道 历史也证明 东芝在闪存技术上与外部电子厂商的合作 有着比三星 英特尔更开放的姿态 关键要有让东芝选择与你合作的实力才行 张克又想起一件事 问翟丹青 你今天好像有些在怕我 怎么回事 第八百章 购物 张克的问话 让翟丹青奄然一笑 轻轻地回避过去 翟丹青倒是觉悟得 今晚有些心虚了 北京春季的夜晚 干燥而清寒 车厢里 弥补着宛如碧露的娇蓝香水味 恍如翟丹青与生俱有的体香 天色还早 街道上的路灯 与街道两侧商店 及专卖店里的灯光色彩斑斓 灯红酒绿 游人如知 路灯下也有行奇的老人或儿童 总不能孤男寡女 这就回宾馆 钻进各自的房间 无所事事 一直熬到第二天清晨再走出来吧 但是此时可供逗留的地方 适合张克去的地方 除了会所 还是会所 会所里 男人们衣冠仙楚 高谈阔论 无非是炫耀自己多么有钱 自己的事业多么成功 美女像流云似的穿梭其间 装点着让会所看去格调不单 张克可不喜欢去这样的场合打发时间 这尴尬的时间 再去打扰别人也不合适 路过一家肯德基店时 才想起回到宾馆房间里 可没有现成的热咖啡可以喝 谢绝宅丹青帮他去跑脚 他下车时 还贴着车窗问他需要些什么 在肯德基餐厅里 将奶 糖 加入咖啡搅拌好之后才拿出来 宅丹青在车里帮他打开车门 张克将一杯热咖啡递给他 放在车后坐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宅丹青听到手机铃声 心里一惊 手抖了一下 没接住张克递给他的热咖啡 张克却已经松开手 整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泼他胸口上 啊 宅丹青给烫得惊叫起来 下意识地想站起来往后闪 脑袋又狠狠地撞车顶棚上 凯迪拉克的车顶棚 想来要比他的脑袋坚硬 只听见宅丹青惨叫了一声 痴痛地捂着后脑勺 眉头都痛揪起来了 看到宅丹青给烫着了 张克芒将他手里那杯热咖啡丢到车外 七手八脚地帮他将衬衫拉离胸口 避免给破了咖啡又湿又烫的衬衫贴在他胸上 手有碰到他风弹的胸部 只是这时候没有闲心思去体会荡人心魂的触感 看宅丹青给烫得够呛 又不能在车厢里让他将衬衫脱下来 张克只有拿袖管去擦衣服上给泼湿的地方 司机递过纸巾盒来 宅丹青接过纸巾 胸口给烫得火辣辣的疼 看到张克还帮自己拉着胸口的领巾 避免给又湿又烫的衬衫贴到胸上 心里的感觉上蛮怪异的 要不是自己没有接住咖啡杯 都怀疑他是不是趁机占自己的便宜 张克快速地抽出几张纸巾 要继续帮宅丹青衬衫上的咖啡字 见宅丹青神情怪异地看着自己 才拍了拍脑袋收住 将纸巾递给他 还是你自己来吧 宅丹青这才红着脸 接过纸巾擦胸口的咖啡字 拿起还在坚持不屑响灵的手机 是蔚蓝打过来的 贪手让张克看号码 这死丫头今天害我不浅 看我回去怎么收拾她 你不许护着她 张克笑了笑 说道 我哪有胆子在你面前护着蔚蓝 宅丹青一边拿纸巾擦着胸口的咖啡液 一边跟蔚蓝通电话 蔚蓝只是无聊打来电话问候她 没想到要让宅丹青为这通电话咬牙切齿 傅俊从另一辆车里走过来 以为发生什么事情 咖啡泼身上了 张克让傅俊不用担心 看着宅丹青除了乳白色的衬衫 穿着身上的套装也给咖啡自染了好大一片 吩咐司机开车找一家附近的女装店停下来 车子启动后 见宅丹青眉头皱着 问她 是不是给烫得厉害 要不我们先去医院 没那么严重 看到你在里面打开咖啡加糖加奶 走过来还要一会儿时间 又不是给滚烫的咖啡烫着 心理上比较怕 宅丹青见张克关心地盯着自己的胸口 湿衣服贴在胸上 显得那里尤其的挺拔 饱满 仿佛倒扣着大碗 宅丹青看到自己的大胸部都会不好意思 红着脸又将胸口的衬衫拉了拉 皮肤有些刺拉拉的感觉 又不能在车厢里将扣子解开 给她看烫了 有多严重 在一家宝兹女装专卖店前停车 张克陪宅丹青进去挑衣服 这时候 除了胸口 还有些火辣的感觉之处 宅丹青倒觉察 不到其他的不适 当下只是要将这身给染了咖啡渍的衣服 换掉 本可以直接回宾馆换衣服 不过张克身上的衣服 也给建了咖啡 张克只打算到北京来住两个晚上 可没有准备多余的外套 虽然宅丹青看上去有些狼狈 却不演她明艳的容颜 与成熟妩媚的风情 双手捧着胸口给泼湿的衣裳 狼狈中多了几分楚楚可怜的媚态 令在店里挑选衣服的女人们 跟他们的男伴们 都有惊艳的感觉 张克将她的外套脱下来拿在手上 她先帮宅丹青推开玻璃门 让她进去之后 才跟在身后闲停性步式地走进店里 她体姿挺拔 脸颊的轮廓明俊 星辰般明亮的眸子 更吸引店里女人的目光 她站在宅丹青的身后 帮着她搜索店内展示的春季新品女装 宅丹青有些犹豫 不清楚是买一套职业装应付一下 还是挑一套时装 在春季来临之急 犒赏一下自己 这件你试试看 宅丹青没有想到 张克会帮她选衣服 递过一件暗红色的V领T恤 还有水墨蓝色的牛仔裤 宅丹青接过牛仔裤看了看 正好是自己的尺寸 诧异地看了张克一眼 心想 这小子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尺码 暗红色的V领T恤领口 开得有些低 宅丹青觉得 有些头皮发麻 还是咬着牙 拿起衣服进了试衣间 哇 看着宅丹青 穿着自己 帮她选的T恤与牛仔裤 艳光四射地走出来 张克都忍不住 威娅地轻呼了一声 领口开得还真有些低 露出大片风白逆滑的乳肌 还有那深不见底的乳沟 左半片乳肌上有些发红 那是给烫着的 见张克这般模样 宅丹青一手威眼着胸口 一手伸出手指 往上指了指 示意她的目光 可以离开那里 往上看了 张克迥然笑了笑 目光一到宅丹青明艳的脸上 摊了摊手 说道 我的眼光还可以吧 又凑到宅丹青的耳边 里边怎么没有带东西 不会太明显吧 宅丹青耳朵间有些发烫 手捂着胸口 怕乳肩在T恤衫上印出痕迹 小声地说道 里面那件也给泼湿了 年年的难受 再说 这T恤领口这么低 我那件是全罩杯的 也不能穿上 没好意思走过去帮你选 张克朝那医区挠了挠嘴 你自己去挑剑吧 我看到那里有半兆怀的那种 克少什么时候学会 帮女人选衣服了 宅丹青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的心绪平静下来 才又跟张克 拿那种半条情半开玩笑的语气对话 嫣然笑着说 尺寸还选得正好 你要帮我选内衣 我也不会怀疑 你会挑错 这目光 该要在多少女人的身体上流连过 才能有这份把握 张克看到宅丹青 又恢复到风情万分的模样 笑着说 年前不是看过你光着身子 选内衣的话 八十六 一罩杯合适吧 宅丹青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心理防线 又给张克这句玩笑话给击溃 咳嗽着逃到内衣区 去选内衣了 宅丹青走进店里时有些狼狈 手捂着给咖啡颇脏的胸口 还是在店里选衣服的女人 以及他们的男伴们 有经验之感 这时候 却要让那些女人们记恨了 有这张妖孽的面孔也就罢了 偏偏还有这般诱人的性感身材 宅丹青选好衣服 当即让店员将标牌剪 暗红色T恤过于性感 再说 北京还没有到穿单衣的衣服 又选了一件暗蓝色的宽大运动照衣穿上 拉链拉到脖子 将性感的身材遮住 张克拿出信用卡结账 又帮宅丹青 提着换下的衣服 并肩走出女装店 走到店门外 问他 给烫到的地方有些发红 真不用去医院看一看 没事了 宅丹青说道 又不能将赵山的拉链拉下来 让他看里面露出的半片乳鸡 只有些微微发红而已 上车时 看到店里的客人 还透过玻璃 往这边打量 张克跟宅丹青开玩笑说道 你长太漂亮 刺激到他们了 看他们羡慕中杂 加着复杂情绪的眼神 女人的美丽总是廉价的 女人再漂亮 有什么了不起 他们是羡慕我能勾搭上 你这么一位年少多金的大款 宅丹青坐进车里 看到店里还有人往外看 你要是又看上哪个女孩子 只要拿出一张金卡 动情的说三个字 就能俘获绝大部分漂亮女孩子的心 哪三个字 不会是我爱你吧 我会有这么恶俗说 这三个字 宅丹青不屑地抿了抿嘴唇 嫣然笑着说 应该是随便刷三个字 张克笑了起来 抓着门锁做事要下车 笑着说 我要不要下车试验一下 得了吧 我帮你打量过了 店里可没有能让你动心的女人 宅丹青笑了起来 说道 还要赶着帮你选衣服去 我买衣服简单 在前面路边摊前停下来 挑件就可以凑合了 第801章 少妇相知 剑夜的春秋两季都格外的短暂 几乎没有什么感觉 就白居过细地过去了 上飞机前 还感受到北京朝阳出生时的清寒 飞机在剑夜降落 已有木春花残 出下僵制的炎热 许多人都穿上单衣 婉晴穿着宝蓝色的断织亮色衬衣 外面还穿着深棕色的短外套 只有领巾处露出衬衣的名利色彩 正面开插的黑色极西窄裙 足灯黑色高跟鞋 闲静地站在街机大厅里 深邃而明亮的毛子 静谧地凝视着张克 从行李输送带那里走出来 温婉而动人地笑着 没听你说要过来接机啊 不能有太轻易的举动 张克站在婉晴面前 只是含笑看着他 问他怎么会过来接机 我到剑夜时 正赶上给你接机的车子 从橡树园出发 就一起过来了 婉晴笑着说 橡树园与中金微星两个项目 从海外招揽大量的科学家 工程师等中高级技术人才 锦虎与剑夜市共同承诺 要尽最大的可能 为这些从海外归来的中高级技术人才 解决其本人及家属在剑夜的生活问题 当然也包括子女的教育 剑夜虽然名校很多 但是国内填鸭式的教育模式 却得不到绝大多数 有着海外留学经历人的认同 海域国际私立学校到剑夜来建分校 今年也就提到日程上来 这也是谢婉晴 能在剑夜机场给张克接机的缘故 张克打算自己驾车 在这婉晴与翟丹青返回市区 傅骏及其他随行人员 则挤另一部车返回项属园 在剑夜 张克就不喜欢有人贴身保卫 说来奇怪 谢婉晴对翟丹青 有一种很亲近的感觉 或许自己最隐秘的事情给她知道 没有必要再隐藏或伪装 再看到翟丹青 也不会像青涩少女那样精切地躲开 反而想到 能有一个人可以跟她说 自己心里的感受 会是一种相当不错的感觉 张克从后视镜里看到婉晴 与翟丹青亲密地说话 才发觉她对女人的了解 也谈不上多深入 她之前会以为婉晴会避免 在有翟丹青的场合下 与自己见面 没想到 婉晴倒是如此坦然大方地 将翟丹青当成自己人了 剑夜今天真够热的 婉晴上车 就将外套脱下来 只穿着宝蓝色的衬衫 问翟丹青 你不热吗 是有些热 不过翟丹青在赵山里面 穿着昨天夜里 张克替她选的那件DV领T恤 在机场上 没有急着 将外套脱下来 这时候听谢婉晴提起 的确觉得有些热 就将外套脱下来 暗红色的T恤衫 衬托出乳沟的雪白润滑 有人瑕疵 哦 这么漂亮的衣服 怎么藏在里面不露出来 剑夜的宝字专卖店 我怎么没看到这款T恤啊 你是在北京买的吗 我特别喜欢这种颜色 只是我不敢穿这么低的领子 你穿起来 不晓得要馋死多少男人 谢婉晴伸手要去试衣服的材质 突然看到翟丹青露出来的雪白乳肌 有一抹红痕 眼睛闪过一丝疑云 手伸到前排 掐了张克的腰一把 啊 我在开车 突然掐我做什么 张克不清楚 婉晴为什么掐她 受冤的喊了出来 你还好意思喊冤 婉晴横了她一眼说道 翟丹青突然意识到 谢婉晴为什么要掐张克 她胸上的红痕 是昨天给烫过之后 没有消掉的痕迹 多半给谢婉晴误以为 是与张克亲热时留下的瘀痕 翟丹青耳朵有些发热 拉着谢婉晴的手 故作不知地说道 我也不好意思 穿着这么低的领子 昨天喝咖啡时 不小心给泼了滚烫的咖啡 不敢将这里给捂起来 这临时买了这么低领子的T恤 让看还真像烫伤的痕迹 多于吻痕 不然不要说这吻痕了 翟丹青在张克身边做事 也不可能做这么性感的衣服 除了勾引张克 还能勾引到谁 谢婉晴捂着嘴唇笑了笑 伸手摸了摸张克给掐的腰肉 说道 不好意思 误会你了 也不介意让翟丹青看到 他与张克亲密的动作 这种感觉的确很好 之前就算在许思面前 也要顾虑到许思的感受 误会我什么了 张克莫胆奇妙地问道 这个你就别管了 婉晴笑了起来 又觉得翟丹青的心思真是灵巧 又难得出于你而不然 便想将在剑夜开分校的事情 说给他听 让他帮自己出些主意 小克现在是不得了了 这种小事情 我都不敢麻烦他关心了 随便你怎么说 我都不反抗 张克笑着回应 又问婉晴 中午去哪里吃饭 今天你 还有什么安排 不会直接回学府向下馆子吧 要回你自己回去 我想丹青留下来陪我 分校的事情不急着讨论 两个女人可以逛逛街 做做美容 两个女人在一起 可做的事情多着呢 婉晴想了想 说道 那去青山公寓吧 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饭吃 张克将车拐上前往青山公寓的路上 说道 在北京吃过周一做的菜 心想吃什么 还是自己动手准备的好 青山公寓 是张克与婉晴优惠的秘密地点 除此之外 婉晴在剑夜 就有没任何落脚地 要是赶上他到剑夜 来而张克不在剑夜 他多半会选择住进酒店 而极少会住进青山公寓 婉晴建议去青山公寓 看来他对翟丹青毫无芥蒂 女人间的小心眼与友谊 张克从来都搞不清楚的 途中经过净菜超市 买了菜到青山公寓 翟丹青虽然负责酒店经营有好些年 可是跟他的厨艺好不好 没有一丁点的关系 婉晴也是那种离开餐馆与保姆 方便食品 素食面 很可能会将自己饿死的人 做饭的重任 就全压在张克一人的头上了 他不清楚 两个性感淑女 躲在房间里 叽叽喳喳地谈什么 张克他下午 不能耗在这里 葛剑德在华夏电子的成立大会 发出地域倾向性的言论 李远胡 罗军 王维军等人 心里听了 一定会有些不舒服 虽然华夏电子 目前还无法对锦胡施加影响 毕竟华夏电子内部的整合 就要牵扯他们极大的精力 但是葛剑德都放出话来了 也要考虑小小的回敬一下 锦胡要是翘无声息 别人还只当锦胡不存在呢 张克吃过饭 将收拾碗筷的活交给两个女人 就先驾车离开了 敞开心扉来相处 相处越久 越会发现 对方有着自己更多的共同点 虽然谢婉晴与翟丹青 有着截然不同的出身 谢婉晴出身富贵 嫁人又是嫁入徐家 一生雍容华贵 给精致包装起来的贵妇人 生活看上去华丽绚烂 翟丹青出身 就要算曲折凄惨 用着绝狠的心机 苦苦挣扎到今日 才敢烧喘一口气 但是不同的经历 并不能决定 两个人就不能有共同之处 在室衣间里换衣服 谢婉晴看到翟丹青 只穿着内衣的身体 甚至发现 两人的身材也有许多相似之外 一般高矮 风臀仙腿 就跟模子里复制出来似的 腰围 臀围也一模一样 腿长也几乎一致 婉晴手拖了拖自己的胸部 说道 除了这里 我要小得多之外 其他地方好像没什么不同 他有嫌你那里小 那他够贪心的 翟丹青笑着说 我都觉得自己的太累赘 不晓得有没有缩胸的手术 翟丹青心里 想难怪张克昨天能一下子找对尺码 原来心里早拿来自己的身体 跟谢婉晴比较过了 想到那天在温泉湖的岛屋里 给张克看得惊光 心里有着异样的感觉 张克夜里 要与罗军 王维军一起吃饭 脱不开身来 只是给婉晴打了个电话 吃过晚饭 谢婉晴留宅丹青晚上陪自己 宅丹青犹豫地说道 我留下来不是爱事吗 能爱什么事 那让他晚上不要过来就是 谢婉晴说道 你们也不经常见面吧 宅丹青这段时间 一直在张克身边 知道谢婉晴也就上回在北京 与张克见过面 还以为他们炼煎情热 谁要有胆量当电灯炮 可能给他们俩杀人灭口 那你这几年 有别的男人没有 谢婉晴问宅丹青 要男人做什么 宅丹青脸有些热 可没有觉得 跟谢婉晴谈这话题 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这不就得了 夜里 谢婉晴与宅丹青 坐在沙发上看救电影时 突然接到李明渝 从海州打来的电话 三个丫头下午 在外面吃了不干净的食物 一起闹肚子腹泻 虽然李明渝在海州 有请医生看过 但是腹泻症状 还没有完全消除 谢婉晴放不下心来 他这几年 虽然能从张克那里 得到极大的慰藉 但是大半的心思 还落在指瞳的身上 立即通知助手张婷 还有司机到青年公寓 接他回海州 谢婉晴离开青山公寓 宅丹青也要回去 谢婉晴说道 你就住下来好了 这里出租车比较少 你还有行李 加上今天买的一堆东西 一个人怎么拿 谢婉晴在车上 给张克打了两通电话 两通电话都是盲音 心想 就算张克夜里摸回去 看到翟丹青 也不可能发生什么 顶多给翟丹青 看到笑话罢了 心思就整个的 落在指瞳身上 不再去管张克了 第801章 道香 夜里与罗军 王维军 姚文胜等人一起用餐 用餐后 还寻了一处咖啡厅聊了许久 虽然有三五小丑 跳出来蹦达 有心利用金山与建业两座城市 地域经济竞争的关系城市 张克却更希望两座城市之间 能够放弃成建 加强交流 促进经济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两座重要城市搞对立 不利于小江流域的整体经济 繁荣是肯定的 对建业的发展 也不会有什么帮助 在咖啡厅里 张克慎重其事地请罗军 王维军重新审视与金山的关系 张克想着夜里去找婉晴 就早早将傅君他们打发走了 从咖啡厅出来 张克若是回学府向 就要与王维军同路 只能装作顺路地 先开车将王维军送回家 与王维军在一起 说话要随便一些 建业与金山是既有竞争 加强交流之后 又能相互促进 我看竞争就与周景瑜竞争好了 能有机会削他的脸 也不会手软 加强交流互相促进的工作 可以跟江南的梁维法省长 金山的赵友伦市长 加强联系啊 你这是打击一帮人 拉拢一帮人的分化做法啊 王维军摇头笑了笑 张克会顾全大局 但针对院家 也不会心辞手软 在经济工作中 支持梁维法 赵友伦 实际上也可以利用这个打击到周景瑜 将王维军丢下车 张克惦念着婉晴香艳的肉体 拐入岔道里 往青山公寓开去 月朗星熙 天边还扶着几缕暗云 暗蓝色的天空 静静地覆盖在这座城市的上空 与罗军 王维军他们讨论问题 常常会忘了时间 夜都这么深了 婉晴应该已经入睡多时了吧 张克手里有钥匙 不用将婉晴从睡梦中叫醒 来给自己开门 宅丹青一个人住在富士公寓 仿佛身居空旷的野地里 她不大喜欢这种感觉 就是在心无 她喜欢住那种很狭窄 很紧凑的一室户公寓 享受孤独 但也怕太寂寞的感觉 确定婉晴抵达海州 见到三个小丫头之后 宅丹青才钻进被子里关灯睡觉 那时已经过午夜十二点了 可睡得很 闭上眼就熟睡过去 宅丹青没有听见张克进门的动静 倒是张克走到楼上的起居室 无意撞到玻璃茶几时 他才陡然从梦中惊醒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谢婉晴会忘了 跟张克联络这件事 除非张克故意来占他的便宜 绝没有想到 会使张克摸黑进来 脑子里陡然闪过一个念头 有贼进屋了 屋里进贼 最恰当的处置方式 就是装睡 让贼偷些财物离开 不过为了避免贼剑色起心 还要拉着被子 蒙着头脸装睡 宅丹青听着隔壁起居室里 速速作响的摸索声 摸黑将包里 一把小刀拿出来 握在手心里 拉起被子 蒙住头脸 并吸凝神听着外面的动静 张克摸着给玻璃挤脚撞腾的小腿 没听见房间里有动静 还以为婉晴睡得死沉 捏手捏脚地拧开房间的门 月光从玻璃窗外洒进来 张克适应了黑暗里的微弱光线 只见轻薄的鸭绒被勾勒出妙慢诱人的曲线 婉晴竟然蒙着头在熟睡 张克笑着摇了摇 看到恋人睡觉跟小女孩子似的 心里却十分的甜美 女人有时候 只需要露出简单抽象的线条 就能让人情欲赤裂 特别是在暧昧幽明的月色之下 看着鸭绒背下的线条 能想象出被子里的绝色佳人 只穿着单薄的睡衣 说不定什么东西都没有穿 等着自己过来呢 这份想象就诱人之极 开始还担心闹醒婉晴呢 这时候 哪里管得了太多 张克将外套脱下 蹲到床尾 手探进被子 轻轻握住光滑的脚踝 心里想着 趁婉晴没有醒多玩玩 她那双诱人的小腿 婉晴穿着睡裙真是方便 不晓得睡裙里有没有穿着内裤 这么想着 骨头都硬了三分 脚踝给人捉住 翟丹青心里一紧 没想到进屋的贼 竟然是个贪色的淫贼 她握紧手心的小刀 努力让身体放松下来 对待这种恶贼 她晓得 体弱力威的自己 只有一次出手制服淫贼的机会 所以要忍耐住 张克使女人再多 也不可能从同样柔滑的小腿肌肤上 感觉到婉晴与翟丹青有什么不同 再说 她也就目视过翟丹青的裸体 皮滑肉嫩 看上去很是诱人 却没有拿手去感触过 在朦胧夜色中 摸心爱女人柔滑的肌肤 真是极致地享受 忍不住要去轻轻去吻 翟丹青身子上的汗毛都立起来了 她哪里想到 深夜进屋的淫贼 竟是小腿痞的变态狂 感觉到她的舌尖 在小腿内侧的肌肤上 轻轻地打着旋 虽然心里很是厌恶 很想一脚 将这淫贼踹开 身体里却有着痒痒的意感 翟丹青都怀疑 自己会不会控制不了 提前一刀扎过去 只是这家伙头钻进被子里 身体趴在床尾 完自己的小腿 整个身子 却很有耐心地不爬上来 翟丹青暗暗心急 他知道自己一动 就会将这家伙经退 起身一刀就扎中的 可能性就不大 扎不中 那自己的处境就危险了 这时候 只能忍着让淫贼占些小便宜 还配合着曲起小腿 让那家伙吻膝盖背面的腿窝窝 不得不承认 这淫贼还真是很温柔 要不是入室倒色 应该是个会让女人快活的家伙 翟丹青不得不东想西想 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不会让身体的异样感觉 让自己变得焦躁不安 哦 这家伙头 还埋在腿窝窝里下面 手却顺着膝盖内侧的肌肤往上游 是一根纤细修长的手指 翟丹青的心脏 差点要跳出嗓子眼 绝不能让那家伙摸到那里 正打算跳起来一刀扎过去 那根手指在停丝处 还有两三寸的大腿跟停了下来 感觉到这家伙是在拿手指肚子 擦着大腿内侧的柔滑肌肤 翟丹青是有着正常身体感觉的女人 虽然一颗心提到嗓子眼 握着刀的手心都渗出汗水 但是身体却不受大脑控制的起了反应 丝处有着养痕像细微的电流在流过 刺激的那里有些潮湿了 翟丹青又羞又急 但要冷静下来 去感觉这银贼身体的部位 脑子模拟着自己跳起来之后 这银贼可能有的反应与动作 保证一刀下去 就要让他失去反抗力 然后自己跳出来 拿钥匙 将房门反锁上报警 张克可没有意识到 自己会处于这么危险的境地 嫩滑的肌肤 细细地摸上去 就让人有着极致的享受 只是闷在被子里有些热了 手停下来 将床尾的被子掀开来 透一口气 翟丹青想抱起将刀刺出的计划 不得不暂时中断下来 他能想象到 这银贼在月光下凝视着 自己露出被子的一双腿的贪婪样 暗蓝色的鸭绒被 轻薄就像冬天的积雪 覆盖在曼妙动人的身体上 勾勒出这世间最动人的曲线 修长大腿 其膝上十一二公分的位置 暴露在被子外 微微曲着 在月光下 雪白粉嫩 没有一点瑕疵 就凝视着这一双眉腿 张克都觉得 心脏有些发紧了 见婉琴还没有醒过来的迹象 觉得这么晚倒 很有情趣 又坐到床尾 嘴唇凑到大腿内侧的肌肤吻过去 翟丹青都确认 这家伙是有着练腿痞的变态淫贼 感触到他湿滑的舌头 在细微的电流一样 在大腿内侧的肌肤上游走 以及胡子差的刺痒 心想再不动手 就要出丑了 他都感觉到四处潮湿的厉害 绝不能让这淫贼知道 自己的身体起了反应 这时候 张克又将被子往上卷了一卷 他想完关键部位了 手里 却没有停止在大腿内侧抚摸着 看到睡裙的下摆 随被子一起卷起来 露出包裹着四处的内裤上 已经透出很深的尸痕 内裤湿贴着 半透明的 映出美丽的形状 情不自禁地感慨了一声 哇哦 张克这一声轻叹 让他免遭一劫 宅丹青脑子 却给一股强大的电流击中 有几秒钟的时间停止思考 俄尔省悟过来 张克误会 自己是谢婉晴了 原来他与谢婉晴之间的调情 是这般模样 是误会了 是误会了 但是又能怎样 就在自己脑子空白的 那几秒钟 这家伙的一根手指 已经从内裤的边缘伸进去 揉弄着湿得不像样子的四处 难道说 这时候假装醒过来 刚才给这家伙 摸着稳着小腿不醒过来 这时候醒过来 他会怎么想 还有手心里的小刀 要怎么解释 可是不醒过来 就来不及了 动弹一下 或者说一句梦话 惊醒他让他退走 他要是将错就错怎么办 他要是不将错就错 怎么办 宅丹青心里百回千转 分杂错乱 不知道该是要阻止 还是装甲不支的享受 的确很享受啊 这家伙温柔的嘴唇 再吻自己的胯骨 谢婉晴做女人 真是太幸福了 竟然有这样的温柔情人 那快感冲得头皮发麻 冲得有强烈的电流 在全身肌肤与肉的中间 曾在游走着 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 哦 来不及了 那家伙的手指 已经刺进去 像搅担器一样的在搅动 一股强烈的苏玛感 从背脊窜向周身 身体不受大脑控制的骤然绷紧 第802章 鼠女的心路历程 女人在梦里 也急易给外界刺激到情欲高涨的 也通常会在情欲推到极致实行过来 张克对付女人的经验丰富 看到婉晴两腿之间湿润得如此厉害 大概在梦时正萌发春情吧 想要看到他攀上云端之际 醒来时 休不胜休的娇艳模样 手指里就加了一把镜 搅动起来 翟丹青一触之下 就给刺激到不行 蓄积的快感 瞬间喷涌出 正直给推上云端之际 翟丹青感觉到 张克那根纤细修长的手指 又停下来抽离出去 身体给那强烈的仿佛电流冲击式的 酥麻快感控制住 两腿之间的丝触竟软着 热流一股股地涌出来 好在张克最后将手指抽出去 不然脸真要丢大了 有那么十几秒钟 身体与脑子 给这种极致的快感揪住 没法想任何东西 过了那么一会儿 身体虽然酥麻麻地无法动弹 脑袋倒是能运转下来 听到张克边 接电话边走出去 将门虚掩着 翟丹青才晓得 张克为什么会在最后一瞬 将手指抽出去 原来是他兜里的手机震动起来 换作别人 或许会觉得 有那么一点点的扫兴 翟丹青却是庆幸 他可不想让张克知道 自己竟然给他的一根手指 推上云端 那太丢人了 这时候冷静下来 翟丹青又不由地 考虑起自己的处境来 再听到张克发出轻叹的那一瞬间 自己就彻底放弃 防备了 又是那么畅快淋漓地 享受他带给自己的快感 是什么时候彻底放弃防备的 是那个下着雨的黄昏雨夜晚 还是看着这家伙 抱着衣上 不整的蔚蓝 从过道那头走出来 自己发了疯似的 抓他踢他 还一直告诫着 自己小心这家伙 是那种能将女人心 活都吞噬进去 不留一点骨头渣子的人 没想到 会是自己 给他吞噬的快连骨头渣子 都不剩了 想必是张克与谢婉晴 没有联系上 将自己当成谢婉晴再玩 不知道他站起来接电话时 有没有发觉出异常 他要是觉察出异常会有什么反应 是继续下去 将错就错 还是悬崖勒马选择退缩 翟丹青心思游离不定 心里想着 要是这小子选择退缩怎么办 老娘都给他指尖的 他想悬崖勒马都迟了 想装糊涂 萌混过关 做梦 翟丹青转念又狠狠地这么想着 门虽然虚掩着 却听不清张克在隔壁的起居室里 在拿手机说什么话 但是将错就错下去 这家伙 总之不会无赖 倒不承担责任 翟丹青对自己的容貌很有信心 大不了再使些勾魂的手段 但是自己在他心里 能跟许思 唐靖 谢婉晴 他们三人比吗 又是因为这样的误会 才走到一起 自己或许会成为他的情妇 给安排到一个很好的地方 每隔一段时间见上一面 还要避免跟谢婉晴、许思、唐靖三的女人碰上面 这样的生活 难道是自己希望的吗 翟丹青心里又犹豫起来 与其作为这家伙的情妇 在某个角落 享受华丽的生活 给边缘化 他更希望作为助手 留在他的身边仰望着 希望自己也能做一番事业 不用依赖男人 也能在这个男人 为主流的社会里 获得自己的地位与尊严 这个社会虽然肮脏 但是你无法拒绝它 已经这么辛苦地走过来了 难道真要就这么轻易地放弃吗 翟丹青想不出 既能成为这家伙的女人 又留在他身边的两全之侧 张克可不清楚 被中人给他的手指推上云端了 他手机 是先震动在响铃的模式 他不想 婉晴给手机响声 闹醒失了情趣 拿起外套 先走到隔壁的起居室接电话 当他听到婉晴的声音 从电话里传出来时 他的头发都差点竖起来 房间里的人是谁 手心都快开始往外渗冷汗了 他应该要庆幸 要不是关键时轻叹了一声 他这时候就要躺在医院里了 就算躺在医院里也就算了 要跟别人解释他 为什么躺在医院里 就能让他的一个头 变两个头那么痛苦 跟罗书记他们的见面结束了吧 都忘了跟你说声 我夜里回海州了 三个小丫头吃坏肚子了 刚跟茗玉伺候三个小丫头睡过去 三个丫头骗子 生病也要生在一起 我这才有空跟你打电话 你不用担心 没什么事情了 我赶回海州也是心急 就回海州了 茗玉比我坚硬 连傅君都没有告诉我 明天我再去见夜 你现在人在哪里 谢婉晴在电话里问张克 宅丹青 张克能想到 宅丹青睡在婉晴的卧室里 由于这套房子不住人 除了卧室之外 客房的床都没有铺 宅丹青夜里睡在这里也正常 婉晴担心只同他们的状况 忘了跟自己说一声 张克总不能跟婉晴在电话说 自己趁着宅丹青睡着之际 手指伸进他那里吧 一个头变两个大 真是够头疼的 一边接电话 一边赤脚飞快地下了楼梯 打开房道门又关上 才故作惊讶地说道 啊 我刚进门 就在青年公寓里接你电话呢 真是让人失望啊 那我在这里等你明天早上过来 房子里还藏着一个大美人 你要有胆量就下手吧 谢婉晴在电话那头轻笑起来 风情万种地跟张克开玩笑 不过我跟丹青逛街时 可是看到他包里藏着一把锋利的银鞘刀 不要我明天赶过去 你下面缺根东西 就太让人失望了 那要不我偷偷溜走 我刚刚进门 似乎也没有惊醒他 跑来跑去也麻烦 就当是宾馆里 又不是睡一个房间 不过被子什么呢 你要另外再扑 或许委屈睡沙发也行 我相信你 你们要出什么事情 迟早会出 我可不担心 这有的没得谢婉晴在电话里说到 哦 跟罗书记他们讨论到这么晚 讨论了好些事情吧 还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问题 我希望大家 能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 一人富强没什么意义 一家富强也没有意义 一个地区 一座城市富强 意义也有些狭隘 张克都无法相信自己这时候 还能跟婉晴在电话里掰这个 听见楼上没有什么动静 心想 宅丹青应该没有醒过来 但是他额头已经渗出汗来了 他才不信 事情给撞破 宅丹青会拿刀淹了自己 这点自信还是有的 婉晴这边先糊弄过去容易 再说 真出了什么事 婉晴也是 最能纵容自己的人 但是宅丹青这边怎么交代 偷偷溜走 让宅丹青就当夜里做了一场春梦 还是上楼去将错就错 虽然对宅丹青 没有极深的情感 要是能将错就错 张克也是不会拒绝的 说不定宅丹青这时候已经醒了过来 正为自己在梦里的春情与失了半片的内裤疑惑吧 张克完全没有意识到宅丹青已经醒过来 他向来以为一宅丹青的性格就算很是愿意让自己爬上他的床 也不会认自己下手猥争而默不作声的 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刚才有多危险 似乎应该将他叫醒 将情况说明 要是他愿意配合 能将错就错下去 那是再好不过 以后的事情等天亮之后再说吧 这么想着 真奇怪 自己刚才怎么没有感觉过宅丹青与婉青有什么不同的 也难怪 没有什么明显的胎硬 腿型如此的相像 光露出大腿与穿着内裤的小腹 谁能分辨出不同 怪不怪宅丹青怎么将头脸蒙在被子里睡觉 张克这么想着 心里的负担就轻了些 他低声跟婉晴在电话里胡扯了几句 就挂了电话 走上楼梯 准备叫醒宅丹青 想到宅丹青动人的容颜与美妙的身体 心里多少有些急不可耐了 看到宅丹青衣冠不整 露出大片白乳的 正要走出房间 看到自己上楼来 却捂着胸口 闪身躲到门后质问自己 你怎么进来了 谢姐 没有告诉你 她今晚不在这里吗 看到宅丹青眼睛里 有着不信任的质疑 有着巨人千里之外的态度 张克都有些发懵 之前在北京 两人还有些小暧昧的 难道她误以为 自己竟然是别有居心 但是 她也应该给自己解释的机会啊 那唯一的可能就是 她刚才在梦中春情萌发时 梦到的是别的男人 才会骤然看到 自己生出抵触的情绪 张克摊了摊手 不晓得怎么解释好 看到宅丹青这般拒绝 千人之外的模样 她心底深处 也没来由地犯出一些失落 谢姐回海州去了 还以为她会跟你说 我刚睡醒 有些邋遢 你等我换下衣服 宅丹青关上门 背抵着门 手捂着胸口 眼睛里有两行清澈的泪水流下来 心里也在哭泣 真可以当刚才 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吗 可是一旦将错就错 还能留在她身边吗 宅丹青心捂着胸口 人生第一次为一个男人感到心痛 这个男人就在门的另一边 还触手可得 或许是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突然发现 自己彻头彻尾的沦陷进去 连一点渣子 都没有给自己剩下来 突然感到一阵心慌 原来是自己什么都没有准备好 第803章 豆腐 婉晴姐既然不在 那我就先走了 感觉到宅丹青巨人千里的态度 张克心里泛起些失落 似乎也没有必要为刚才的物中副车解释什么了 就让她荡成梦里的春情得了 没有等宅丹青在房间里回答 就下了楼 听着张克下楼的脚步声 以及开门关门的声音 宅丹青在门后瘫软地坐了下来 坐了片刻又坚强地站了起来 走到窗前看着张克走出公寓楼 她的车停在楼前的空地上 虽然心里百味沉杂 但是宅丹青并不是那种拖泥带水的女人 似乎甩甩手 就能将刚才的意外抛之脑后 也只能当成意外来处理了 凝望着楼下的男人钻进车里 虽然情知自己无法自拨地身陷进去 也不想以这种方式 彻底地缴械沦陷说到底 自己只是她所在心房里的那只魔鬼罢了 不知道这世界会不会还能有一个女人 将她彻头彻尾地吞噬得干净 而不让她心头的魔鬼跑出来 祸害其他女人 宅丹青身子依在窗上 想起心无夏季下雨黄昏中 那个撑着伞 穿着白连衣裙的女孩子 为何张克给这个陌生的女孩子 继携带时 竟有让人有如此悲伤难以的感觉 张克坐在车里 抬头看了看楼上 没有亮灯 也看不见宅丹青 就依在窗子边看着下面 抬手看了看表 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见夜此时的夜额外的寂静 坐在车里 似乎只听见外面有虫子在叫 宽敞的马路上 偶尔能看到 凌晨还在外面逛荡的行人 这些行人 或许是逛欢到凌晨 也或许是情侣不舍地分开 又没有勇气去宾馆开房间 也有挤在墙角里避风的流浪汉 或许也有像 自己这样 给女人拒绝后 狼狈离开的人 宅丹青 在她略有些风尘味的风情 魅艳之下 藏着他人绝少能认识到的 出尘不染 与坚韧不波 学府象 有着更多凌晨 还不肯消散的人群 高校的学生们 有着无尽无力的精力 去嬉闹欢乐 更喜欢沉静 而深沉的夜色 张克记得 前程往事里的自己 也是这般 通宵达旦地睁着眼睛 将睡眠时间 留到第二天的课堂上 进入四月 学府象 已经不止创于一家网吧了 由于学府象高昂的店 租予虽然折了半价 还远不能算便宜的网路费用 98年 在学府象经营网吧 注定要走中高端路线 风云网吧 就开在创育的街对面 张克将车停到小区里 此时的他 没有一心的睡意 虽然有些饿 他只是 走到巷子口的苏果24小时便利店 买了一包烟 看到莲华便利就在店对面 撇着嘴 忍不住想要笑起来 残酷的商业竞争画卷 就这么活生生地铺展在自己的面前 被过风将烟点着 张克就蹲在创育网吧门前的台阶上 想着事情 也看着街对面的风云网吧 灯火通明 不过此时在风云网吧里 通宵上网的人 远没有创育多 你怎么蹲在外面 张克回头看了一眼 穿着霉红色短风衣的和弦 站在网吧门口 正看着自己 你也会通宵上网 张克奇怪地问 为什么我就不能通宵上网了 和弦奇怪地看着张克 指了指身后落地玻璃窗内的大堂 上网的女孩子还很不熟 又解释说道 给苏伊亭拉过来的 不过她趴桌子上睡着了 我出来透口气 你蹲在这里 也是透一口气 嗯 张克点点头 往边上挪了一步 给和弦让了一个空位 别人很难想象 和弦这么一个 有着瓷器质感精致容颜的女孩子 会不顾形象地 跟张克蹲在路牙上 她还就真蹲下来了 学张克那样凝视着街对面 她能感觉到 张克并没有再专注地 看街对面的风云网吧内的情形 或许再看街道上方的空气吧 哇 张克将香烟递过去 和弦微一惊 又奄然一笑 说道 我还想将淑女印象假装到底呢 你不要这么赤裸裸地将我揭穿吧 张克笑了笑 给自己又揭了一根烟 将烟盒与打火机放一边的路牙上 抽烟很有趣吗 和弦问道 既不会有趣 也不是那么无趣 有时候只是习惯而已 张克说道 谁说淑女就不可以吸烟了 是那些吸烟的男人说的 和弦狡狭地笑了笑 还以你会一本正经的 说女孩子抽烟不好 张克笑了起来 又将烟盒与打火机拿了起来 递给和弦 不用一支 先试一口试试 和弦指着张克嘴唇叼的香烟 免得浪费了 张克将烟递给他 看着他带着些兴起与畏缩的神情 将过滤嘴抿在粉润的两半唇间 胆颤心惊地吸了一口 又猛着呛了出来 与前尘往事里的记忆一样 和弦剔透如出血的脸颊 呛出一抹潮红 眼泪也给呛了出来 措手不及 身子厚 一 一屁股坐露牙上 和弦咳嗽了好几下才缓过气来 上当受骗的 江烟还给张克 呛死我了 原来抽烟一点都不好玩 张克大笑着江烟接了过来 就这么一个女孩子 自己跟他认识了十多年 经历几多情节之后 将与他之间的友谊 珍惜地当成个宝式的 人生重走一回 有些看似偶然的东西 依旧不会偏离他应有的诡计 或许这本身就是更接近本质 更坚定的东西 张克这时候 心里的薄音才消散掉 拉着和弦的鲜嫩手 将他从鹿牙上拉起来 指着往巴里 问他 陪我喝杯咖啡 你说话的语气 跟常人不一样呢 通常不是说 请你喝杯咖啡吗 和弦拍了拍屁股 将灰尘拍掉 你更接受哪种说法 都无法所谓 我又不是特别斤斤计较的人 和弦笑着跟张克走到网巴里 在休闲咖啡厅室的休息区域坐下来 看着张克从棕和坝台那里 端了两边咖啡过来 还没有等张克将咖啡放下来 有三个青年 从街对面的风云网巴走过来 闯到和弦的面前 神情激动地说道 你拒绝我 就是因为这个憋三 张克看着青年 也像是那种年轻帅气多精的二世祖 但是自己 到底有哪点比他更像憋三的地方 张克不动声色地 看着气势汹汹地 站在和弦面前的三个青年 领头的那个二世祖 眼睛看着和弦 手却指着自己的鼻子 张克往边上挪了半步 他不是很高兴 鼻子给人指着 其他两个小青年 则眼睛充满着敌视与轻蔑的眼神盯着自己 美女就是招惹是非的祸根 张克对这点是深有体会 不过要认真摊算下来 年少多精的二世祖 加上有胆包二奶的有钱人 总数目 不会比上少姿色的美女更多 资源应该足够分配了 上有大量的资源 流落到粉红发廊这种低档场所去 但是总免不了会有几双眼睛盯到一只锅里 争执也就难免了 这世间除了权势 金钱 还有什么比女人更能挑起男人间的斗争 我天天去1978捧你的场 你却为这种憋三拒绝我 那青年究竟要出离愤怒了 啊 张克忍不住要提醒这小子一句 和弦在1978打工 薪水是每小时十元 你捧场也好 不捧场也好 他从1978拿到钱 既不会多一分也不会少一分 似乎看不出 他非要为此 诚情答应跟你交往 见那小子眼睛瞪得溜圆 又笑着解释道 我只是插一句解释一下 免得你误会1978是什么不干净的场子 你跟和弦有什么纠纷 你们继续谈 看到张克这副弦脸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那小子火冒三丈 差点气炸了肚 你不拿进照照自己 你有什么资格追求和弦 要说资格呀 张克指着那小子 捋起袖管的手腕戴着的手表 你戴的那块表 是卡蒂亚吧 你说的资格 是指这个吗 那青年眉头一扬 说道 算你实货 我这里 有一块僵尸单顿 如果说 你说的资格 是指这个的话 张克从外套口袋里掏出表 在那小子面前扬了扬 走到网吧门口 朝路中央砸过来 看了没看 就走了回来 摊了摊手 说道 我不需要什么资格 也能像朋友一样 请和弦喝杯咖啡 那小子绝没有想到 张克能从外套口袋里 掏出一块僵尸单顿出来 脸色难看的 凝一凝 就能凝出一滩水下来 将手表摘下来 剃给他身边的青年 帮我砸了 那青年一脸为难 十多万的一块表 说砸就砸 就算不是自己的 也心疼 快去砸 一块表而已 我爸抽屉里 比这好的表有七八块 表太多了也麻烦 那小子 就像给张克 赶到架子上的鸭子 哪里能咽了下这口气 他同伴将他冻了火气 不去砸 只怕他会迁怒到自己头上来 只得拿着表一把砸大街上 由于是周末 杜飞没有去休息 听到说有人闹事 就与蒙乐飞快地下了楼 看到这一幕 都忍不住要大笑起来 在楼梯口告诉蒙乐 这牲口太阴了 他那块表 是三十块钱的地摊货 他的话没停 那边张克 又从口袋里掏了车钥匙摊桌子上 我还有一辆奔驰600 第804章 张州矿产 看着张克 掏出带着裤插形状奔驰标志的车钥匙出来 那小子嚣张的神情将在脸上 手表可以说不小心弄丢了 要是将偷开出来的车子给砸了 非要给包一层皮下来不可 脸色清白油 陷得猙獰 避开张克无赖式的眼神 朝和弦轻蔑地鄙视了一眼 没想到你是这种女人 兄弟 你又说错了 张克看着这小子甩手要走 伸手搭着他的肩膀 你不就是 希望他成为这种女人吗 你又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杜菲 蒙乐等人围了上来 那小子与他两个同伴也识相 没敢多吭声就走了出去 还将路上那块破表捡走 事情从发生到结束 也就那么一会儿功夫 也没有精脚网吧里的其他人 你发什么神经啊 苏怡婷没听到杜菲跟蒙乐说的话 风风火火地走过来教训张克 要帮和弦摆脱那只根屁虫 也没有必要将一块僵尸单顿砸坏啊 你知道你那块表 能让多少 失学而同 重新走进教室里 你以为你这样 就能让和弦对你另眼相看 和弦扯了扯苏怡婷的衣袖 不让他说下去 但看他的神色 也未必欣赏张克的做法 多傻的女人啊 张克坐在那里笑着不作声 杜菲乐不可知地跳出来 捶了张克肩窝一击 你这牲口太阴了 一块三十块钱的地摊表 这表情跟真的似的 将苏怡婷 和弦都唬住了 这上面是到十吧 在灯光下看上去 的确比钻石要差多了 蒙乐跑到外面 将张克那块手表捡回来 玻璃面碎了 里面的表盘 镶着假钻石掉了好几粒 表针也断了一根 可见张克 刚才摔的时间 还是用上力气的 假的 苏怡婷愣了愣 疑惑地问道 和弦将表接过来 在灯光下看了一会儿 也看不出所以然 递给苏怡婷 你认识钻石 反正我不认识 你看这个 这上面的钻石纯度也不高 看上去很大 其实也不值钱 杜菲将兜里的手机 递给苏怡婷 他手机弓箭 上嵌了一粒钻石 又回头 跟张克笑着说 那小子那只卡迪亚 好像是真的 我只认得表上的标识 谁知道真假 张克坏笑起来 又跟苏怡婷他们解释 我本来有一只欠钻的 僵尸单顿表 不过送给我堂哥 当结婚礼物了 随随便便送人家 一只僵尸单顿 其实还是蛮心疼的 后来在地摊上 看到这种仿冒品 看上去不比真品差多少 觉得以后送人家手表 还是送这种手表 不会太心疼 要不要买一块送给你 张克笑着问苏怡婷 啊 苏怡婷与和弦面面相去 神经病 苏怡婷又笑了骂起来 要让唐忠知道 还不要气吐血来 那小子叫唐忠 张克回头看了一眼 那三个家伙 回到街对面的风云网吧 还愤恨不平地 隔着玻璃窗看着这边 这才九八年 国内富豪是不少 但是能带卡迪亚表 又有勇气杂表的二世祖 不会太多 这个叫唐忠的小子 出身未必简单 这年头 亿万富翁 地产 工厂 股票 资金等资产 加起过亿 就能称亿万富翁 不是说 每个亿万富翁手里 都有上亿的现金 像孙上亿夫妇 早就是亿万富翁 要不是这两年手头宽裕些 孙静蒙刚进音乐学院里的生活费 也就每个月三四万的样子 就这样 他家每年的生活开销 也要三百万 不过拿孙静蒙举例子也不恰当 这妮子 还真有可能因为斗气 将十多万一只的卡迪亚表砸掉 师大有名的二世祖 缠着和弦 不是一天两天了 是江南张州的 好像家里开矿业公司 苏伊亭不屑地说道 这年头 似乎开矿赚钱容易 是啊 开矿赚钱容易 不过那钱血腥气太重 杜菲说道 江南张州 矿业 唐家张克脑海里闪过这三个词 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 张州的水太深了 在前程往事里 张州当时的市委书记 市长 纪委书记 包括之前市委书记 当时的江南省纪委书记在内的四位大佬 在02年底给一窝端了 捅出江南省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桩窝案 震惊全国 张州腐败大案里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张州的矿产 有色金属及稀土 银石等矿产是张州最主要的资源 也是小江流域唯一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 也是国内有色金属 稀土及银石最重要的矿区之一 是张州官场资深腐败的罪恶资源 江南省委在乌案后对张州矿业进行清查 发现无数各级政府机关成员 在张州大大小小的矿业公司参股 持股 除了四大手贩之外 正是这种官商深度勾结的模式 正中这张密集的网 致使在张州矿产资源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遭到掠夺式 破坏式的开采 生态环境给严重破坏不说 矿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以致各类矿产资源 原来可供开采上百年的探明储量 给浪费过半 在简陋的开采条件 在那些未给统计的采矿事故 不知道有多少工人 为了那点真正意义上的血汗钱 而丧生矿下 张州唐家 那不仅仅是张州的地头蛇 而是张州的一条毒蛇 世间的不平是 张克管不过来 但是遇上了 不插手也不是他的风格 特别是唐中离开的眼神颇为不善 看情形似乎不是很甘心 以后多半还要添些不大不小的麻烦 也就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而已 地头蛇有地头蛇的生存之道 咬中对手释放毒液 也是他们最后的手段 通常是不会主动去攻击 去他们更强大的对手的 不大不小的麻烦 也是麻烦啊 要想办法 先将这条毒蛇的牙给敲掉 但是梁维法 似乎也没有破例与能力 提前四年 将张州腐败案 滋生出涨更大毒瘤之前 铲除掉啊 不过江南省的官场 也偏离了历史轨迹 这不是铲掉一个人 还是要彻底地铲掉一窝人 几乎要将整个张州市 错综复杂的势力都铲翻掉 而张州作为革命老区之一 在革命年代 颇多了几位将军张克 对张州的黑幕不是很清楚 也不是清楚 张州此时的市委领导 以及唐家 在中央有没有很深的关系 但是在 没有足够的证据 就算徐学平在中央纪委掌握实权 都没有能力 将张州的班子一窝端掉 想当年徐学平查 新吴市委副书记罗归元案 牵涉出东海水利系统内的利益链 被迫黯然离开东海 要彻查张州案的难度 可想而知 窝案是最让人头疼的 没有狗咬狗的好戏可看 也没有狗咬狗的空子好钻 而且 张州矿业的利益链 也绝不会仅仅只局限 张州当地人的手中 东海水利系统的利益链 才值几何 张州矿业97年出口额 明面上就高达10亿 不过 这还没有到最疯狂的时候 因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 还没有彻底地拉开帷幕 官商勾结的盛宴 才刚刚拉开帷幕 像唐家在张州 也算是大户 但是在张州矿业里 可能更多的 还是明目张胆的道菜 手里握有采矿权 应该在张州矿业里 占不到太大的比例 骤然遇到这种事 张克也不记得太明确 具体的数据 还要让人去查 那只杂坏的表 给何贤拿在手里把玩 张克拿过来 将杜菲叫到一旁 将表交给他 说道 找个近况表起来 杜菲疑惑地看了张克一眼 这么做 无疑是要彻底地 将唐中这小子激怒 虽然不用怕这姓唐的什么 对人牙子 似乎不是张克的风格 再说 姓唐的 也没有做出 人神共愤的事情出来 这里面水很深 很浑 我所知不多 就已经让人咬牙切齿了 有可能的话 我还是想要去搅一搅 张克拍了拍杜菲的肩膀 便不再多解释什么 这件事要好好的布局才行 不然惹得疯狗乱摇 也是很让人头疼的事情 眼下痘痘狗仔子玩 倒是嫌惧得很 另外 通过晨曦纸叶将势力渗透进江南省的步伐 也不宜托太久了 需要加快步伐 不然就根本没有去触动张周利益链的力量 杜菲点点头 他当然也不会真做那种拿近矿将碎表表起来的傻事 只要让人将唐中给张克戏弄的消息传出去就可以了 让唐中知道张克摔之地摊货 骗他摔之真卡迪亚 他能咽得这口气才怪 他又说道 你也要小心些 疯狗会咬人的 张克笑了笑 他对潜藏在暗处的威胁看得很淡 一是 他能深刻了解 这潜在的规则 与人性深处的欲望 恐惧 再则就是 他莫名 能从九四年夏天 重新来过他的这一生 有些事情再看不开 也真是白白地拥有着重生的体验了 另外 他也相信马海龙 傅俊他们的专业水准 现在给自己专配的宝卫就有四人 虽然在剑夜 不喜欢有宝卫贴身随行 但是发生意外事件 他们能保证 在五分钟之内赶到现场 哦 对了 今天你跟蒙乐 怎么在网吧里熬通宵 张克想起来 这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 杜飞与蒙乐 都还在网吧里 跟平时不一样啊 第805章 又不是小混混 张克问杜飞为什么 他跟蒙乐 还会在网吧这里熬通宵 杜飞笑着说 这里的谁也是深了 就算有合计云额外观照着 也难免会有些势力往这里渗透 前些天你在北京 就有人到网吧来滋惹是非 不过 他们大概也清楚我们的水底 没敢闹大 挑了些毛病 也没敢提过分的要求 就当他们帮我们提高业务水平 没有怎么理会他们 虽说摆平网吧的事情很容易 我想你也不希望看到学府象这里乌烟瘴气的 我跟蒙乐都要熬 挺晚才去睡觉 想先摸摸情况 再说今天是周末 通宵不睡的人也很多 张克摇头叹气 这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世界 许多人游离在灰色的中间层 学府象完全建成 投入商业化运营 已有五六个月的时间了 已经恢复之前人称 建业东郊小不业城的盛况 甚至可以说 有过之而无不及 之前都是四五十年代的商店街 与棚户住宅相混乱的破落处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而繁荣起来 此时却是世纪紧急投入巨资 以超越这座城市的标准 而建造的高档休闲商贸街家高档公寓区 再加上从去年年中 建业市政府在市政工程全方面 向化入高新区的东郊倾斜 穿过高校群的公交线路 都增加了通宵车 也进一步促进了学府象的繁荣 虽然学府象完全拆除重建 但是商户的经营思维 有着很难逆转的惯性 外界内象涌现出最多的还是酒吧 只是档次规格更高而已 这也与世纪景湖的商业运营策划 有相当大的关系 毕竟世纪景湖选择这种模式 能获得更高的商业利益 这附近有音乐学院 有建业一专 有师大 有建业一专的特护系 有护校 有军区歌舞团 有建业诱师 可以说 学府象是除了新世界国际广场之外 漂亮女孩子出现频率最高 最多的地方 而且大多稚嫩单纯 未经封城 简直就是物美价格适中的男人的天堂 在城市烈焰地图中的排名 要远远高过建业市的其他地点 毕竟出现在国际广场的漂亮女性 可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公司中层白领 能消费得起的 猥琐一点说 这是张克喜欢窝在这地方的因素之一啊 张克并不能阻止学府象 往灰色的灯红酒绿的暧昧世界滑落 店家虽然不至于明目张胆 从这些灰色交易里牟利 但是也乐意能吸引更多的客员 多数的酒吧 已经将服务生女孩的打工薪水 与酒水销售挂钩 刚才和弦给那个姓唐的小子 误会也是如此 但是在建业的娱乐场所里 这已经算相当干净的场子了 除了酒吧之外 学府象还开有好几家练歌房 两家舞厅 张克当然也不能阻止那些 将容貌与身体当成资本的女孩子 出入其中 拿青春换一种貌似轻松的生活 这个世界的任何角落里 都充满着这种勾当 并非说就学府象滋生这种罪孕 这不过是人心欲望在夜色 没有太多遮掩的折射罢了 就算美国音像 联合协会 发律师函质疑 DMP播放器技术 可能会导致盗版不受控制 而斯高博 德伊宇胡 在给美国音像 联合协会的联合回复中声明 因为个人盗版行为 不受控制的担忧 而扼杀音像电子技术的发展 本身就是 有为美国制定相关法律的精神 这两件事情是相同的道理 学府象正不可避免地 向灰色的灯红酒绿世界滑落 在某些人的眼里 就觉得 学府象就应该产生灰色利益链 蠢蠢欲动 那也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只是让人头疼啊 正如杜菲所说 张克也绝不可能容忍 这里变得乌烟瘴气 张克挥了挥手 说道 有人要伸手进来 那也要等他们将手伸进来 才能砍断啊 先找地方找夜宵去 有些事情整天提防 也是提防不过来的 蒙乐与苏伊亭 和弦还在休息区闲扯 张克拉上他们 一起去吃夜宵 学府象夜店多了 通宵提供吃食的地方也多 巷子里的管理很严格 不过在巷子口外 过了凌晨 就还有几家夜排档 会支起遮雨棚来 张克他们 找了一家夜排档坐下来 遮雨棚里 还坐着几个浓妆艳抹的女孩子 四月清冷的凌晨 他们的衣着 也相当的暴露性感 不晓得是附近学校的学生 还是专业的刘英 张克也就看了一眼 没有吭声 倒是苏伊亭 和弦忍不住好奇 多看了两眼 看什么看 有个抹着绿色眼影的女孩子 恶狠狠地瞪过来 也不顾他们这边 有三个男的在场 气焰还真是相当的嚣张 张克伸手遮着萌乐 看不去的视线 低声笑着说 我肚子饿了 吃过夜宵 还要赶着去睡觉 哪天趁我们不在场 你有意见再去跟人家提 我现在也算是 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了 又不是喊打喊杀的小混混 能跟他们计较 萌乐也装熊 低下头吃东西 利用五个月的时间 网吧收回全部投资 还有盈余 这还包括一个月的寒假时间在内 比预计提早了近两个月 东大创育计算机网络培训学校成立之后 项树园资助1000万资金 所以不需要创育公司里急着动用什么资金 也恰恰是项树园创投基金 从创育撤出部分投资的时机 项树园创投基金 这次完全撤出对创育的投资 当初投入1000万 获得创育70%的股份 这时候给杜菲 蒙乐等人 以总价1200万买走 在财务上实现与景胡完全脱离 蒙乐个人持股也达到18% 就算拿创育公司的净资产计算 蒙乐也有两三百万的身家 当然不能跟小混混似的喊打喊杀 净资产那是糊弄鬼的 项树园创投基金 这次撤出资金跟杜菲 蒙乐他们计算净资产 是为杜菲放弃之前 在盗版产业链里的收益补贴 给他的权益 仅创育的网吧业务 平稳运营下去 扣除运营费用与设备折旧 每年也能得四五百万的净利 盈利预期是可以利用起来 向银行进行信用借贷的 杜菲 蒙乐 这次能有钱从创投基金 手里买回股权 就是利用这项年盈利超过四百万的业务 为根据向建业式商业银行 借款了两千万的资金 吃过夜宵 都凌晨四点钟了 苏一亭瞌睡的要命 何贤也娇柔可爱地打着哈欠 让他们再去网吧熬两个小时 等到宿舍开门 张克他们也于心不忍 让他们睡到青年公寓里去 反正客房还空着 再说 除了盛夏过来 杜菲也极少住进去 眼下绝大多数时间 就他与孙静蒙两个人 住诺大一套的房子里 进了公寓 夜正是最黑暗的时刻 捏手捏脚的 怕把静蒙给吵闹醒 苏一亭感慨道 我发现你这人除了花心一些 就没有其他缺点了 也不是仅花点一些 是太花心了 张克无奈地摇了摇头 让苏一亭与何贤 先去客房休息 看杜菲 蒙乐他们精神很好 也不可能将他们俩丢下来 自己躲进房间去睡觉 煮了咖啡 在楼下的客厅里 陪他们说话 叠基产业的崛起兴衰 似乎也预示着网吧产业的将来 随着网吧产业的崛起 竞争会日趋激烈 暴力时代 也终究将远离而去 杜菲说道 我们不会盲目地去扩大网吧业务的规模 近期会在新世界筹备一家店 规格 档次 都要比学府向的这家店略高一些 也会更休闲一些 有些想法 也可以更完美地体现出来 不过经营新店的目的 是为了巩固创育网吧的品牌 将来创育的网吧业务 也是以发展加盟连锁为主 杜菲 蒙了他们的考虑更加成熟了 对于有能力 有才华的人来说 年龄不应该使他们受限制的因素 除了网吧业务之外 东大创育网校 网校为计算机网络培训学校的简称 也正式注册进入紧张的筹备期 最终与校方讨价还价的结果 就是校方信息学院 计算机系联合持股东大创育30%的股份 以排他性质的条件 支持东大创育 利用东海大学的名义 以及联合信息学院 计算机系的师资力量 做大培训业务 作为名义上拉到项述员千万资金赞助的秦刚 毫无争议地代表校方兼任东大创育的执行总裁 校方自然分摊了 这千万赞助资金30%的权益 秦刚负担起东大创育网校的主要筹备工作 国商院 年纪上的工作 也不可能说丢下就丢下 另外 他爱人提前半个月生孩子 虽然将岳母跟他母亲同时接过来 照顾产妇与婴儿 在这么多人当中 秦刚却是忙得连脚跟都不粘地的人 直到天蒙蒙亮 杜飞 蒙了他们 才扛不住要去睡觉 临走前 杜飞跟张克说道 哦 对了 周景喜那老家伙 今天下午要在公子楼的阶梯教室 做学术报告 你有没有兴趣去凑凑热闹 有时间去脚脚场也行啊 这个老奸巨华的家伙 可很少有给人打靶子的时候 第806章 稀土资源 国内经济发展正式进入赵几东时代 赵几东治下的中央政府 与前界相比 有一个鲜明的特点 就是更倾向于接受专家的意见 这个鲜明的特点 从赵几东主持国内经济大局 也就所谓的前赵几东时期开始 就已经崭露头角了 在影响中央决策的各种势力中 学术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学术界发出的声音也日益响亮 地方若有什么与中央利益冲突之处 也常常通过学术界 发出声音 试探中央的态度 周景喜不是愚蠢的人 他早就发现到 这种隐形的权力 才甘之若移地 留在东大的校园里 周景喜 他从学者到官员 再从官员到学者 早就掌握了其中的诀窍 这些年在国内经济学界 也混出颇大的名气 又利用这种名气 在官场商界各色人物之间 游人有余 他的论调里 有着太多利益代言的痕迹 包括周景喜在内的国商院 在国内最有名气的几名教授 经常利用周末的时间 在学校为国商院的学生 做各种各样的经济 产业专题报告 此类的专题报告 颇能吸引周边院校许多感兴趣的学生 也蜂拥过来的听讲 常常的三百多人坐的阶梯教室里 连过道都会给挤满 张克去听过几回 对他来说 在听这些专题报告 多少有些陈词烂调的感觉 或许更大的意义 与是前程往事里的记忆相印证 听过几回 觉得索然无味 也就没有再去听过 杜菲说起来 也是因为今天下午的专题报告 是周景喜主讲周景喜 在台上做报告 他想着 自己跟张克在台下挑刺的感觉 一定很爽 周景喜还是一个颇有能耐的人 他二 三月份 未给软件产业原造势 缩始国商院的其他教授 与他两个月 围绕软件产业 一共做了八场专题报告 最后两场 甚至吸引李远胡 罗军 亲自到东大阶段教室 来听讲 罗军未必想来听 不过姿态 还是要做出来的 不知道周景喜 今天葫芦里打算买什么药 张克本 没有心思去听周景喜 做什么学术报告 听杜菲说了 随口问了一句 关于什么方面的 不是很清楚 我听石学斌说的 石学斌也是听别人说的 好像是个小规格的学术论坛 还是什么来着 听说有外校的教授参加 三十堂大里的海报墙上 贴着海报呢 我还没有时间去看 杜菲只当张克 对什么矿业不感兴趣 又说道 还听说跟电子商务有些关系 这老家伙 倒是蛮敢时髦的 电子商务在欧美 才有兴起不久 国内在互联网都普通的单 电子商务 都才将种子种到土壤里 周景喜这时候 就开专题提到电子商务 还真是敢时髦啊 张克笑了笑 也没有说去 也没有说不去 清晨稍睡少许 听着客厅里有说话声 张克就起床来 走出房间 看到翟丹青与孙静蒙 坐在餐桌前用早餐 想到昨天夜里 误状付车猥亵 翟丹青的事情 张克心里多少有些不自然 手扶着栏杆 对翟丹青说道 上午帮我查一下国内稀土 有色金属矿产开采 及应用等方面的相关资料 哦 翟丹青应了一声 名车的毛子 抬起撩了张克一眼 也没有多说什么 喂 孙静蒙转过头来看着张克 凌晨迷迷糊糊的怎么听见两个女孩子在过道里说话 谁跟谁啊 不是说好了 不许带女孩子进来瞎搞的吗 啊 张克只着了客房 苏伊亭跟何贤 昨天在网吧里熬通宵 我回来时 看他们实在熬不到天亮 采取侧命之心 要不你来 将他们赶走 这两个死丫头 那他们肯定 没有告诉你 他们昨天 晒的被子 忘收给人家捧走了 我让他们过来睡 他们还说 这房子 有只花心大色狼 宁可再往吧里睡 也比在这房子 睡安全 临了道让 那只花心大色狼 亲自领回来了 你帮我到他们房间踹两脚 感情老娘 整天已身似火啊 孙静蒙指使着张克 去踹苏伊亭 和贤的房间门 苏伊亭倒也罢了 与唐静 陈飞荣是归友 和贤这妮子的绰号 就是祸水 宅丹青又抬头看了张克一眼 这家伙昨天从青山公寓回去 都已经凌晨一两点了 还不忘勾搭漂亮的女孩子 宅丹青又将视线移到别处去 端起桌上的咖啡 悠然自得地喝起来 幸亏昨天没有糊里糊涂地 彻底失身于这家伙 张克在苏伊亭 和贤的房门里 重重地垂了两下 转身进了房间 开始一天的工作 处理昨天未来的及处理的工作邮件 唐静 许司的邮件要首先回复 中午之前 婉青还要再回建业 要避免在宅丹青面前漏了马脚 这几天还是少接触的好 想着等宅丹青查完资料回来之后 用什么借口 再将他打发走 图书馆数字化工程 离建成还有一段时间 给了一个相当宽的范围 查询资料就成了力气活 除了傅君 还从相书员临时调了一名秘书过来 加上陈飞荣人 当时在图书馆里帮忙 四个人忙了半天 复印了近百份资料 最后 宅丹青与陈飞荣两人捧回来 两人各捧厚厚的一叠 累得气喘吁吁 进房门遇到孙静蒙 孙静蒙看着他们 你们怎么真给那家伙当秘书了 我本来就是这个命 宅丹青吐了一口气 让孙静蒙帮他捧一会儿 孙静蒙以为宅丹青住进来 是纯粹脱港来 就读东大的工商管理硕士 没有人告诉他 宅丹青就是过来给张克当助手的 陈飞荣说道 我在图书馆 看到宅姐那么辛苦 才搭一把手的 呃 复印了这么多资料回来 张克听到楼下的声音 就走出房间 看着宅丹青跟陈飞荣 捧着资料要上楼来 说道 就放楼下的桌上 我下来看 宅丹青不清楚 张克为什么突然要看这些资料 将资料堆在客厅的桌上 看着张克走下楼梯 疑惑地说道 大概的看了看 能查询到的公开资料 就有上千份 找了这些提纲气领的复印回来 这也不到十分之一 你确定都要亲自看过去 另外 我已经帮你联系了 金山矿业大学 与江南矿业研究所 在系图领域最具权威的两名专一 若有需要 可以随时派车 将他们接到建议来 除了他们俩人之外 金山矿大 还有一位稀土专家 今天正在东大访问 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去联系 张克将厚厚一叠资料 推到宅丹青的面前 谁说是我要都看过去的 你先看 做份摘录给我 然后写一份 《关于国内稀土矿产开采》 加工与工业应用的现状 与未来发展趋势 即应注意事项的报告 给我 至于这份报告是你写的 还是矿大的专家写的 我不管 但是要快 不要拖我的时间 他只从最上面 拿了两份薄薄的资料 加在页下 我先吃中饭去了 宅丹青看着张克走出去 真是头疼啊 跟读工商管理硕士般的 留堂作业似的 光复印过来的资料 要通读一遍 更不要说写报告了 根本就不是一两天 能完成的事情 这家伙明摆着做贼心虚啊 你是不是哪里得罪他了 孙静萌疑惑地看着宅丹青 怎么感觉 你们今天有点不对劲啊 宅丹青没想到孙静萌 能看出异常 心里一虚 感觉脸有些微热 眼神闪到桌上的资料上 眼眸子转回来 就恢复正常 又叹了一口气 将尴尬眼去 笑着说 谁知道啊 说不定真有哪里得罪这家伙了 谁让我在他手下打工呢 有气也只能忍着 你们帮我将资料搬回我屋子里 中午我请你们俩吃饭 拉着孙静萌 陈飞荣又一并将一大碟资料 捧到酒楼去 他在青年公寓的房子 在蒙了他们楼下 张客照惯例 去教宫食堂吃中饭 那里的饭菜 比学生食堂可口多了 到教宫食堂之前 还特意到三食堂前的海报墙 找那张周景喜下午 做专题报告的海报 跟电子商务的关系不大 也不仅仅是周景喜一人的讲座 而是一个关于 新材料产业发展的专题讲座 稀土材料 是新材料的一个重要分支 张客看到 海报上有将稀土材料 作为一个单独的专题列出来 可能会单独做报告 电子及微电子工业的新材料研发 是像素员实验员基础研究的 一个重要分支 i19手机的蓝屏技术 可以说是 太兴光电技术研发院 在发光新材料领域的 一项重大突破 紧乎其下 还有多项新材料基础研究 与稀释金属有关 谁也无法想象 在未来的十年时间里 由于失控的开发 与多头出口 致使国内的稀土矿产资源 损耗近半 使国人垂胸顿足 为之扼腕 张客也因此 对国内稀释产业略有了解 由于98年 绝大多数的薄膜液晶瓶专利技术 还处于日韩等国严格保密的状态 但是拥有十多年后记忆的张客 却清楚 稀土中的 因金属是薄膜液晶瓶生产 不可或缺的原料 国内的因金属资源 占据绝对的垄断地位 令人痛惜的是 分拥而上的无序与失控开发 几乎以成本价 将国内的因金属矿 卖空给日韩等国 第807章 专题讲座 张客到教宫食堂不算早了 细细落落的没多少人 周锦喜坐在食堂的一角用餐 陪他一起的 还有三名中年男子 张客都不认识 不是国商院的教授 看上去身份颇为不俗 张客也就往那边看了一眼 就到窗口点了一样炒菜 坐到一边的座位上边 等边看手里的资料 周锦喜也就看了张客两眼 就收回视线不动声音的 跟身边人谈话 虽然与张客隔得远 但还是下意识地压低了声音 周锦喜的细微异常 倒引起坐在他对面的 中年男子的警惕 那中年男人 回头看了张客一眼 没看出张客有何出奇之处 只当是周锦喜在东大的学生 心想现在的学生不吭一声 就自顾自地坐到一边 还真是不懂礼貌 也就没往深处去想 即使下午的专题讲座 会提到稀土材料 张客对这种泛泛而论的讲座 却没有太大的兴趣 稀土金属 在发光材料 及电子元器件方面的应用研究 泰特光电技术研究院 有一定的基础 像术员实验员的相关基础研究工作 也正在开展 稀土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内容 正如翟丹青所建议的那样 张客可以请各权威的专业人士解答 听经济学者说 稀土资源开发 多少有着给隔靴挠痒的感觉 这时候看到周景喜中午 陪同客人在教宫食堂里用餐 张客想起来 下午并没有什么紧要做的事情 去听一听 导也无妨 张客夹着资料 走出教宫食堂时 周景喜他们还未离开 看到坐在周景喜对面的中年男子 有些面熟的感觉 虽然周景喜陪三个中年人坐在一起 但是旁边还坐着几人 应该是跟他们一起 司机或者保镖的模样 张客走出教宫食堂 特意绕到南边教宫食堂附近 某一可停车的地方看了一眼 停着一部奔驰 一部汉马 奔驰挂的是金山的车牌 汉马挂的 却是江南省军区的车牌 那三个中年男子的来头 还有些不凡 九十年代中期 民用汉马产量很有限 国内极为罕见 要说江南省 也就张州的私营矿主 喜欢这种山地性能 极佳的越野车 都说谈笑有红如 往来吴白丁 到了周景喜这里 则可谓是谈笑有红如 往来接官商了 在去听讲座之前 张客将几份提纲器领 介绍国内稀土产业现状的资料 看了一遍 才下楼 去公子楼的阶梯教室 去听讲座 不管张客个人 对周景喜恨之入骨也罢 周景喜在东大 还是颇具号召力的 张客擦着时间 赶到阶梯教室 听讲座的人 都已经挤到门外了 张客挤进去教室 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 也不晓得杜菲有没有先过来 倒是先看到 坐在第三排的陈飞荣 朝他招手 这种层次的讲座 对陈飞荣增长见识 还是有帮助的 陈飞荣倒是经常在周末的时候 拉宿舍同学过来听 而且很积极 陈飞荣与他同学挤在一起 张客坐了进去 也难免要与陈飞荣的身体 贴挨在一起 这前后左右 皆是现彦而记恨的眼神 特别是原先与陈飞荣挨着坐的那个男生 心里还正犹豫着 要怎么跟陈飞荣搭讪 陈飞荣给张客让座位 他愣是堵在那里不动弹 看着张客从第二排翻过 插到他跟陈飞荣之间 看张客的眼神 似能从他身上挖一块肉下来 你怎么过来了 有人拿笔在捅自己的后背 张客回头看见 谢子佳坐在他侧后面 这时候 教室里人挤着挤人 闹哄哄的 还真没有注意到 谢子佳就坐在那里 你能过来 我不能过来 张客笑着跟谢子佳斗去 这是我家老头子规定的功课 不然我才没有这闲工夫来听讲座呢 谢子佳狡黠地笑了笑 不过你过来了 岂不是让某人没有勇气站 到台上讲下去 他似乎也很乐意看到 张客能当众戳周锦喜的短处 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模样 完全不会考虑到 周锦喜许多时间 是在给他谢家的正太集团 做利益代言 张客拿这种 不按常理出牌的女孩子 没有办法 陈飞荣回过头来 给张客指出 杜飞 蒙乐 石学斌他们 坐在教室最后 也是三个人及两人的座位 显然感觉上 要比张客差远了 到了时间 先是周锦喜的助教走进来 从门口能看见 周锦喜与中午 在教宫食堂一起用餐的 三名中年男子 站在外面说话 还有国商院的另一名教授 陪他们站在教室外 周锦喜的助教 朝张客他们这边走过来 倒不是认识张客 而是安排 正对着演讲台的第三排 空出几个座位给来宾坐 那个对张客满是怨气的 脸上长满青春痘的男孩子 与外面三名学生 给请了出去站到过道上 那名助教 又过来拉张客的衣袖 这位同学 对不起 小苏老师 你叫周伯伯自己进来 看他有没有脸 能请这位同学 站在过道上 听他们做专题报告 谢子佳 细血地打去周锦喜的助教 周锦喜这时候 站在门口转头 看见张客赫然坐在教室里 还正要给他的助教 拉到过道上去 他忙招手 喊他的助教过去 小苏 张客嘴角挂着一丝微笑 看着周锦喜的助教 又走回教室 不过他这次 是到第一排靠门的一侧清空座位 谢子佳倒是趁机坐到前排来 这下张客更遭人恨了 这时候 周锦喜等人才走进教室里来 先是国商院的沈济教授 做国内新材料产业经济未来发展 与可行性模式研究的报告 新材料产业 是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 三大高新技术产业之一 沈济教授列举了国内新材料产业 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巨大落差 虽然没有特别新鲜的东西 但是紧罗列这些落后的现状 也足以催人奋进了 听着教室里诸多学生热血沸腾 恨不能马上就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张客心里很奇怪 类似的讲座 不找材料系的教授过来 而要国商院的人 在这里冒充全材 张客等着听周景喜 对稀土材料发展有什么高见 没有提前离开 从兜里掏出掌上电脑 看自己的资料 谢子佳注意到 张客手里的掌上电脑 是没有什么品牌标识的白机 不是景湖已经推向市场的电子产品 那应该是景湖开发出来的新品 这只掌上电脑的键盘区 与景湖已经推向市场的电子磁点不同 没有采取全键盘模式 而采取与手机相类似的数字键盘 数字键怎么输入中文 谢子佳心思也不在台上 做报告的审计身上 掌上电脑要输入信息 不可能没有中文输入功能 除非这款掌上电脑 不是开发给国内市场使用的 谢子佳小巧的脑袋 情不自禁地凑了过去 掌上电脑的界面 是中文界面不假 疑惑地看了张客一眼 微张着嘴 诧异地压着声音说道 景湖开发出数字键盘中文输入技术了 手机也是标准的数字键盘 难怪他要惊讶了 嗯 忘记要在你面前保密了 张客拍了拍脑袋 心想 谢子佳此时对手机技术的理解 应该比绝大多数业内人更深刻吧 笑着说 算是吧 不过这款掌上电脑的技术 还不够成熟 也就先造出一只白机 给我再用 你们别到现在 都没有再推一款新手机 该不会接下来推出的手机 全部都移植最新的数字键中文输入技术 谢子佳轻轻拍了拍脑袋 细血地笑着说 哦 前些天沉静 去参加华夏电子内部召开的一个会议 葛剑德自以为几只肥羊栓成一起 就能变成老虎 还在会上吹嘘 今年要在国产手机上 彻底将景湖的气焰打压下去 真不知道 你们亮出数字键中文输入技术之后 他们的脸色会有多难看 作为掌上电脑 张克还是倾向于采用全键盘的模式 而他手里的这只数字键掌上电脑开发出来 纯粹是为了方便他亲自测试数字键中文输入技术 其实 景湖从德意手中 全盘接受除基带芯片之外的数字手机技术时 也包括了拼音与字形两种数字键输入中文专利技术 但那是最基础的中文输入 有着严重的缺陷 字库的容量也极为有限 所以张克并没有让最初的i19 i08两款手机带中文输入功能 再说截止到现在 在国内市场出现所有中文数字手机都没有中文输入功能 最初是S 后来是橡树员实验员 专门成了一个开发小组 在德意的专利技术基础 开发真正意义上的数字键中文输入技术 实现拼音与笔画输入的智能化 大概没有谁能比张克 更适合去做新产品的试用工作 数字键中文输入技术的开发比较顺利 但是张克的要求更苛刻 所以拖着一直没有能够将数字键中文输入技术拿出来 也致使景胡在推在去年10月推出i19 i08两款手机之后 过去半年都没有再推出新款手机产品 张克手里清楚 美国、加拿大都有公司在开发数字键中文输入技术 摩托罗拉公司甚至在去年从其他公司购入中文输入专利技术 进行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 依照历史的轨迹 摩托罗拉会将在今年的某个时间 张克也记得具体的时间 在国内市场最先推出带有中文输入功能的手机 景胡并不需要跟摩托罗拉争着谁能最先推出带中文输入功能的手机 只要景胡推出的数字键中文输入技术能遥遥领先那些国外软件开发商 就完全能再鸣惊人 就算其他数字键中文输入技术这时候还没有险山露水 有着前世记忆的张克 却当然知道那些数字键中文输入技术早期的致命缺陷 拼音输入重码率太高 笔画输入对笔画顺序有严格要求 早期几乎没有联想词汇功能 景胡的技术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已经尽最大限度的克服了上述的缺陷 爱达i19手机采用的蓝屏与富士音轨技术 迄今没有给其他电子厂商绕过景胡的专利开发出替代技术 景胡从年后悄然将i19出货量提高到每月4万只 售价仅比去年10年略降200元 i08手机的出货量已经超过12万只卸子加感肯定 景胡随着技术越来越成熟 制造成本逐渐降低 可能景埃19这一款手机就给景胡每个月带去超一元的尽力 要是景胡在最先推出数字键中文输入技术 华夏想在国产手机上压制景胡 无疑是白日做梦 只怕景胡将有实力在高端手机市场去撼动摩托罗拉与爱立信的地位 看着张克手里带数字键的掌上电脑 谢子加真是眼热得很 为方便与张克小声说话 他半片身子跟秀美的小脑袋都趴桌子 脑袋还尽可能凑到张克脸前 亮若黑漆的眼珠子在眼窝子里转来转去 目光在张克的脸上与他手里那只掌上电脑上扫来扫去 这模样仿佛在课堂上弹琴说笑 将台上讲师抛之脑后的学生恋人似的 当然了 在讲台上的老师若要看下面有这样的学生 心里是相当火大的 不过国商院教授沈济也认识与周景喜渊源颇深的谢子嘉 也知道谢子嘉是省内很有名气的谢家正太集团的小公主 心里有气却只能视若无睹地在台上继续他的话题 他不认识张克 当然听过张克这个名字 但是没有见过张克的脸 只是奇怪 这小伙子是谁 竟然获得谢家小公主的亲烂 周景喜也注意到后排的异常 颇为尴尬 他晓得谢子嘉持股的柯王高科 获得景胡的鼎力支持 才获得与四大国产手机厂同席的特殊地位 柯王高科贴牌生产联性品牌的手机 又自行组织销售 月销量从年初就顺利地突破一万件 在当前手机产业的黄金时代 实难想象柯王高科收割的暴力 虽然远不能跟景胡相提并论 但是在国内绝大多数的电子厂商中 柯王高科要让人眼红的生病 若再有民营企业能从信息产业部获得手机生产牌照 无疑柯王高科将排在前列 还剥夺了柯王获得手机生产牌照的机会 谢子嘉在柯王高科持股 使得谢嘉原先凝成一团的关系 更得微妙而复杂 周景喜哪里能想到 谢子嘉眼里 全是张克手里的那只掌上电脑白机 他只看到谢子嘉对张克一副亲热的模样 心里感觉颇为怪异 要是谢嘉这个谁也降服不了的小魔头 对张克心生情愫 岂不是绝大的讽刺 周景喜的中年男子 注意要周景喜频频回头 看那个中午在教宫食堂遇到的那个小青年 听讲座里跟女孩子调情 还真是没有礼貌啊 周景喜的助教 看张克的眼神里 却充满了敌意 谢子嘉哪知道别人怎么想 就算知道 他多半也懒得理会 指了指张克手里的掌上电脑 我能用一下 张克递过去 还要凑过脑袋 教谢子嘉怎么操作 陈飞荣的注意力也给吸引过来 大概也觉得 讲座有些乏味 就拖着脑袋 看张克小生介绍掌上电脑的操作 谢子嘉就关心数字键中文输入法的操作 景乎的中文输入技术智能化相当高 加上谢子嘉对最基础的中文输入也有所了解 上手就会 专心致志地玩起来 也根本不去注意 这时候换周景喜到台上做报告 周景喜的讲座 并没有局限于稀土材料这个很狭窄的范围 而是一开始 就延伸到整个稀土产业的发展问题 张克的注意力 很快给周景喜吸引过来 因为周景喜的报告 很符合未来十年内 稀土产业的发展趋势 采矿权向地方放松 稀土开采与冶链分离行业 允许私有资本进入 允许外资进入稀土矿深加工 与工业应用开发领域 促进市场化竞争 放松对外稀土产品的出口限额 利用好稀土资源的优势 建立全球最大的稀土材料基地 降低对稀土矿企资源税的征收 减少出口关税的征收 促进国内稀土产品 加入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之中 这些有助中国参入世贸组织的谈判 听到这些 张克几乎怀疑周景喜事实上 参与到国内稀土产业政策的制定 正式宽松的产业政策 使得国内的稀土资源 特别是经济 军事价值极高的重稀土资源 日后成为日韩等国廉价掠夺的对象 周景喜的确有这个影响力 张克满心狐疑地看了 前排与周景喜一起的三个中年男子 虽然国内的大多数稀土资源 都集中在内蒙古白云厄博 但是经济价值最高的重稀土资源 却又集中在漳州周边 及西南某些地区 谢子佳当然不晓得 张克在考虑什么 他将掌上电脑递给张克 张克心思不在这里 结果掌上电脑 就要塞进兜里 谢子佳挡住 让他看屏幕 原来谢子佳在屏幕上 录入一行文字 景喜打算独享数字键盘 中文输入法技术 还是有可能 有条件地 对其他厂商转让 谢子佳这段时间的心神魂魄 都钻入手机里 当然清除手机中文 输入技术 在未来数字手机市场上的价值 他担心 景乎为了进一步扩大在 国产手机中优势地位 独享这项技术 98年 国内可没有什么反垄断法 第808章 纯枪舌剑 从去年十年 国内移动通信开户总数突破千万 国内移动通信业务 就成爆炸性的发展起来 从今年年初月开户量突破百万之后 近三个月以来 每月的开户量都在百万以上 丝毫不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国第一个一千万移动通信用户 积累了近十年的时间 眼看着第二个一千万移动通信用户 就要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完成积累 随之而来 是数字手机市场的爆炸性发展 相比欧美发达地区 中国的手机市场规模 看上去还有些小 但是谁都无法忽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 正是这种潜力 近两年来 众多海外手机厂商都纷纷加快 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 97年底 爱立信以GH398等系列的中文数字手机 将摩托罗拉赶下神坛 登上中国手机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宝座 也使得海外手机厂商 在中国手机市场竞争升级 趁着海外手机厂商 在国内市场狼烟四起之时 紧胡 以一款爱达i19手机经验的工业设计 与在国内市场的品牌 市场渠道优势 一军突起 顺利挤入海外手机厂商 在国内手机市场的战场 市场份额达到惊人的14% 成为国内手机市场 除爱立信 摩托罗拉 诺基亚之外的第四品牌 由于诺基亚进入国内市场的时间不长 市场占有率并不比爱达高多少 而连信 连讯 东兴加上客王高科的手机总销量 甚至占不到6% 由此可见 客王高科每月1万件的手机销售 是何等的弥足珍贵 比起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中 98年国产品牌手机 在国内不足3%的市场占有率 此时可以说 国内数字手机的历史 已经给彻底改写了 相反 韩国 日本手机品牌 进入国内的步伐迟缓 三星直到今年初 才在中国 推出他们的首款手机 对于数字键中文输入技术 张克可不想避肘自争 虽然考虑到华夏电子能制造一些麻烦 但是景湖的目光 已经盯在海外竞争者的身上 摩托罗拉 爱立信等海外手机厂商 即将从海外引进数字键中文输入技术 张克的目光 从没有局限于贴着爱达品牌的手机 占多少市场份额 而是景湖的技术能普及到怎样的程度 占多少市场份额 即使摩托罗拉能放下身段跑上门来 希望引进景湖的数字键中文输入技术 景湖也不会拒绝 只是会在时间上拖一拖 当然了 这项技术不会再免费授权其他厂商使用了 看着屏幕上谢子佳输入的文字 张克又在下面录入一行文字 有兴趣 现在就可以谈 即使华夏旗下的三家公司 我们也不会拒之门外 真的 谢子佳亮 若黑漆的毛子盯着张克 似乎怀疑张克拿他在开玩笑 景湖现在都没有推出移植该项技术的新款手机 客王高科 现在就从景湖引进这项技术 虽说推出新产品 在时间上 不会比景湖超前 但是绝对要比华夏电子旗下的联信 联讯 东兴要领先一步 关键这时候 那些海外手机品牌 都还没有推出中文输入的计划 对于客王高科来说 是一次相当不错的机会 谢子佳惊喜之余 下意识地提高了声调 虽然也提高不了多少 但在众人 都在安静听周景喜做报告的教室里 却又显得突兀 教室 挤得满当当的人群 都往这边望过来 这一看 还真气不打一出来 谢子佳身材纤细 脸庞清秀明丽 在东大也是少见的美少女 灵动的毛子正 含情默默地看着张克 陈飞荣拖着下巴 也正饶有兴趣地看着张克 在掌上电脑上录入文字 两人的身体本来就挨得紧 这时候 身体更贴过去了 谢子佳倒也罢了 陈飞荣以他亲历 慎人心脾的容颜 早就给东大学生 视若即将大之后 东大当之无愧的笑话 这教室里 少说 有一半人都认得陈飞荣 当然也有少数人认出 张克就是那个整天陪陈飞荣 在越见识出现的那个小子 这家伙左拥右抱 在教室里听讲座 还公然跟两个美少女调情 谁看了 心里会好受 周景喜不会简单的 就会误以为 谢子佳与张克 在教室里公然调情 他也注意到 在张克与谢子佳手里 传递那只比手掌略小的掌上机 猜测这多半是景胡 要推出的新产品 只是猜不出 是什么新玩意 会让谢子佳洗心余色 他在讲台上站着 眉头微微醋了起来 周景喜的助教 看到他这神色 还以为他对张克 谢子佳 以及陈飞荣三个人 在教室里 影响他人的表现相当不满 推了推眼镜架 矮着身子走到后面 压低着声音教训张克 你要不想听讲座 可以出去 不要影响别人 张克听了周景喜 关于稀图产业发展的 论调症一肚子不满 甚至怀疑周景喜的观点 会严重影响到 国内的稀图产业政策 走入歧途 早就不耐烦 听他继续胡扯下去 这时候 看到周景喜的助教 跟只狗似的 跑过来压低嗓子教训人 眉头微微一扬 冷冷盯了那小子一眼 侧过头对陈飞荣说道 这种水平的讲座 不听也罢 想到未来十年后 国内稀图产业 令人顿足垂胸的局面 张克心里 对周景喜这种 所谓学者的腔调 尤其痛恨了 就想着狠狠地 赐周景喜一下 跟陈飞荣说这话时 也没有压着声音 在教室里 有显得刺耳 周景喜再能自欺欺人 也无法假装听不见 在台上停了下来 一脸不欲地看向这边 张克才不管周景喜 心情好不好 走起来 让谢子嘉让一让 给他与陈飞荣走出去 谢子嘉的心思 完全在数字件 中文输入技术上 刚见张克松了口 听他要拉着陈飞荣离开 也没有多想 更不会想到 要去照顾周景喜 在台上的颜面 起身先走了出去 杜飞 蒙乐 石学斌他们 当然以张克 马首是瞻 在教室后面 弄出些动静 也要往外走 这位同学 听你的口气 似乎对国内 稀土产业的发展 另有高见 周景喜总不能 忍住心中的一口气 在张克 与三个女孩 走出教室之前 喊住他 问我的意见 张克转过头去 看着脸色阴沉的周景喜 又转头看见 教室里 坐着听讲座的学生 眼神里多有不善 眼帘垂下来 看着脚尖两三秒 又抬起头来 看着周景喜 你以为我是故意 来捣蛋的是不是 静止走到讲台上 指着台下的人 问周景喜 我没有什么高见 但是你有勇气 当着台下四百名听众 来讲解 未来中国稀土产业的发展 想必对中国的 稀土产业现状 有着极深入的了解 我有几个问题 想问问你 虽说阶梯教室里坐着的四百多名学生 对张克 左拥右抱的行为相当忌妒 但是听讲座 看到有人站出来嚼肠子 又是他们异常期待的事情 杜菲 石学斌 蒙乐他们 又不失时机地 在教室后面起哄 周景喜脸色更加难看 没想到一口气没有咽下 让自己陷入更被动的地步 当然 他也不信张克对稀土产业的现状 能有多深刻的见解 脸色虽然难看 却依然能保持冷静 说道 我在做讲座时 也喜欢听到有学生提问 虽然还没有到提问时间 但不妨先听你说说 你建议采矿全向地方放松 稀土开采与冶炼分离行业 允许私有资本进入 允许外资进入稀土矿 深加工与工业应用开发领域 虽然目前稀土开采 没有向私企放开 但是国内有稀土资源的地方 地方政府与私人相勾结 倒采稀土矿的现状有多严重 你知不知道 以漳州为例 漳州仅有四张稀土开采权证 每年限额开采稀土矿1000吨 但是每年从漳州流入市场的 重稀土金属金矿高达8000吨 你的建议 不过是让私人与地方政府 勾结起来的道采 由非法变合法 若真是对地方经济有利 我们当然能够拥护你的建议 我想问一问 你对中国当前的稀土矿资源 开采与分离情况 了解多少 你知道张州离子行稀土矿要分离一吨金矿 需要多少吨矿土 张克眼睛盯着周京喜 看到他的眼神闪烁 毫不留情地说道 我来告诉你 张州离子行稀土分离一吨金矿 需要超过1000吨的矿土 其中超过70%的稀土金属 因为落后的开采工艺而浪费掉 那些私有稻财企业 当从矿山里稻财走一吨金矿 所付出的成本极为有限 主要是些人工 机械磨损与化学药剂 但是每吨金矿 在国际市场上 可以售出8到10万元的高价 但是在这笔一目了然的经济账之外 是1000吨矿土 原先覆盖的地表植被 给完全破坏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是 1000吨矿土 给强污染药剂完全污染后 未经任何处理器在荒野 将污染继续扩散到地表水 地下水 如果按照你的建议 放开市场化竞争 中国没有考虑任何环境成本的稀土产品 自然有着更强的竞争力 会进一步地促进稀土价格的下跌 当稀土身加工领域引进外资 会进一步促进 国内这种破坏式兼浪费式的开采规模 第809章 气吐血 周景喜这才知道 喊住张客 那是自取其辱 脸上轻一道白一道 偏偏亏心在先 又拿不言语来反驳张客 张客可不会看到 周景喜脸色难看 就放弃对他的攻击 继续说道 你是国内知名的学者 你能想象到 国内稀土产业 按照你建议的 去制定产业政策 会造成怎样的严重后果吗 你想象不到 那我来告诉你 国内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 稀土矿产 将会以比泥土高不了多少的价格 给欧美日韩等国掠夺 国内除了能肥那些私营矿主之外 因为他们开采稀土 完全不去考虑 会不会污染环境 付出的成本很低廉 但是为此 要付出的极为惨重的代价 却是一目了然的 一是稀土资源将遭到破坏式的开发 一是矿区生态环境 将遭到难以想象的摧残 你是没考虑过这样的后果 还是考虑到这样的后果 但是无论后果怎样 都跟你是不是国内知名学者 没有丝毫的关系 张克眼神冷峻地盯着周景喜 台下听众鸦雀无声 谁都未曾见识过 能有哪个学生 以犀利 毫不留情的言语 将国内知名的教授 干翻在讲台上 作为听众 所能接触到信息量 都很有限 眼前的情形 也让他们真假莫辩 但是周景喜 给张克反驳的哑口无言 却又是眼下无法忽视的事实 有人听张克言辞锋利地讲话 只觉得热血沸腾 有人却觉得 张克不知天高地厚 杜菲他们却在教室后排 带头鼓掌起哄 你 周景喜只觉得胸口堵着一口气 头皮发胀 气血直往胸口涌 指着张克的鼻子 却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你能不能摸着自己的胸口 告诉台下四百多听众 你刚才提出的观点 是出自你独立的产业观察与思考 而非收到某些利益集团的金钱赞助 你指着我的鼻子也没有用 我不是那种 可以给你轻易糊弄的人 我还有些良知 才站在台上 来指出你的观点是多么的巨星叵测 张克冷笑道 当你站在讲台前 你就应该要考虑 自己身为国内知名经济学者的良知 责任与立场 而不是某些利益阶层的代言人与走狗 看着周景喜的血线 从脖子梗往上涌 张克收住嘴 不再说什么 转身往外走去 你是哪个愿的 谁指使你出来胡说八道的 周景喜的助教 这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觉得要为周景喜出口恶气 我胡说八道 张克轻蔑地看着周景喜 那个姓苏的助教一眼 你有什么资格说 我在胡说八道 得饶人处且饶人 这位小兄弟 你这尖刻的伶牙利齿 可不会给你带去什么好处 那个中午在教宫食堂坐在周景喜对面的中年男子 这时候坐在离教室前门最近的第一排 这时候也忍不住出声教训张克 声音低魂 却不无威胁之意 哦 张克眉头扬了扬 看着这个总觉得有些面熟的中年男子 冷笑着说道 要怎么说话才有好处 难道像台上那位知名的经济学周教授说话 才会有好处 回头看了周景喜一眼 恰好看到周景喜摇摇晃晃的 一头往讲台上栽去 周景喜在教室里昏厥过去 教室里顿时像炸开了的马蜂窝 周景喜的助教与国商院的教授 审计一剑步 飘到讲台上 将额头给撞破 倒在地上人事无知的周景喜扶起 陪同周景喜 在教宫食堂出现的那三名中年男人 也都急忙地走到讲台上 张克貌似无辜地瘫了瘫手 他也没有想到周景喜的心理承受力这么差 看他嘴角里有渗出血丝 大概给气得吐血 这血还得往肚子里 趁着混乱 张克拉着陈飞荣就出了教室 杜飞 蒙乐 石学兵也从后门溜出来 跟他们会合 杜飞看着谢子佳站在张克身后 奇怪地问道 你不得对张克恨之入骨 我为什么要对张克恨之入骨 就因为张克这张利嘴 说得某人吐血晕倒 谢子佳光洁的额头微仰着 他本来就有亏于心 才给说得哑口无言 又诧异地盯着张克 你怎么就能说得他哑口无言 周景喜真是遇人不说啊 石韵也不借 敢瞧我这几天在看稀土产业方面的资料 张克审然一笑 与他们一起往外走去 要不是看到讲座跟稀土材料有关 我也不会过来凑这个热闹 我都要走出来了 没想到 他们硬要往我的枪口上撞 我当然不会客气 谢子佳没心没肺地笑了起来 又瞥眼看着张克庄 掌上电脑的外套口袋 说道 这个我就告诉陈静了 你是希望陈静来找你 还是去找丁淮 他念念不忘的 还是手机中文输入技术 随便找谁都成 找我也做不了什么事情 张克说道 这时候已经是黄昏了 周末许多到教室自修的学生 也都纷纷离开教室回宿舍 站在公子梯前的台阶上 一会儿看着周景喜 给人抬了出来 还没有苏醒过来 那火人急冲冲的 也没有注意到 张克他们躲在角落里看好戏 张克在教宫食堂前空地 看到那部奔驰 汉马开过来 将昏厥过去的周景喜 沈济以及那三名中年男人再走 谢子佳贪了贪手 说道 我先走了 要给我爸知道 我这时候还跟你混在一起 一定给训我一通的 谢子佳先走了 跟着杜飞 蒙乐过来听讲座的石学兵 看着张克笑着说 孰是孰非 我一时还拎不清楚 不过我敢肯定 你跟周景喜 一定有不小的恩怨呢 不然不会这样杀他的面子 说是深仇大痛 也不过分啊 张克轻轻地一笑 不知道婉晴听到周景喜 吐血晕倒的消息 会有什么心情 总算是帮他出了一口恶气 张克与杜飞他们下了台阶 找地方吃晚饭去 他们没有注意到 崔玉曼跟同学 在他们后面走出来 这就是你说的流氓学生 竟然将笑话骗到手了 真是过分啊 我觉得 他今天说得很在理啊 虽然言辞刻薄了些 崔玉曼的同学 看着张克他们离去的背景说道 不过他好像有麻烦了呢 有胆量将周景喜骂的吐血 告状告到院里 总不会有好果子吃吧 你说院里会怎么处分他 我怎么知道 刚才教室里塞了太多的人 崔玉曼跟同学 坐在教室的内侧 给过道里站着的人挡住 杜飞 张克他们 没有看见他 他跟同学 也是最后才离开教室 这会儿要先去年纪半 当然 事情远比表现出来的 要来得棘手 国商院学生 在教室里扰乱秩序 将主讲的教授 气得吐血晕倒 可不是甩甩手 就能过去的小事情 张克虽然极少在教室里出现 但不是说 今天听讲座的 就没有其他人认识他了 今天跑过来听讲座的 还是以国商院的学生为主 张克可以国商院有名的刺头 又跟校花臣飞容 整日耗在一起 张克在国商院的名气 可比他自己想象的要大得多 崔玉曼在年纪半 接到周京喜那位助教 打来的告状电话 你们年纪 怎么会有这样的学生 之前考试作弊不说 现在又跑到周教授的讲堂上搞乱 公然侮辱周教授 还把周教授在讲台上 都气晕过去了 周教授是国内知名的经济学者 你知道今天的事件有多严重 这样的学生 院里 就是开除一百次都不过分 你是不是要认真考虑我的建议 随随便便听你的建议 就要开除一名学生 请问你是谁 崔院长吗 我怎么听不出 是崔院长的声音 崔玉曼说话 也不会和颜悦色 一句话就将周景喜的助教 给顶了回去 不过张克在讲台 好像是骂周景喜是走狗嘛 这么说 好像是有些过分 但总不能就因为这种原因 就将张克给开除掉吧 虽然他比谁都想着 将张克踢出东大 但是公报私仇 又不是他的风格 他也觉得 张克在讲台上说的话 很有道理 崔玉曼心想 周景喜的助教 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 肯定会告状 告到院长崔国恒那里去的 不过崔国恒明显在护着 那个顽固子弟啊 指不定已经给腐化了 崔玉曼心里这么想着 又想起他哥哥来 拿起电话拨到北京去 哥 现在你升官发财了 都不管你妹妹在建业的死活了 你这是恶人先告状 过去一年时间里 我给你打多少电话 你给我打多少电话 我都记录啊 刚刚从新华社海外部门 调回国内的崔玉衡 在电话里跟他妹妹开玩笑 而且 你肯定有事情 才主动打电话给我 说吧 有什么事 真是的 我有这么冷血无情吗 崔玉曼在电话 跟他哥哥娇笑着 想起你了 正好还有个问题 想问问你 我们学校有个学生 跟老师争论稀图产业发展的问题 我不是很清楚 谁的观点正确 我想 你做记者走南闯北见识多 想听听 你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看法 忘记了 这肯定的解释 imperson论费 这肯定的解释 最應有什么看法 的话 还跟你们